今天要來講台灣旅行法的第二獎 台灣旅行法的第二獎 我今天要針對的部分 我上一次台灣旅行法有獎了 3月20號左右已經有獎 你用去聽我前面的重點 來賓你說什麼 說這個台灣官員 到底這個台灣官員是什麼 結論就是說 台灣官員就是台灣民政府的官員 就是台灣官員 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就是未來的台灣政府 簡單說就是 美國有法律比較快的地方 這次我上一次講的重點 最重要就是集中在這部分 我今天還要再講這個台灣旅行法裡面說的是什麼 第二獎文 第二重要部分 我今天要來講這個第二部分 因為上一次沒有講到這部分 沒有講得很詳細 跳在講而已 跳在講而已 今天要講這個主要的部分 就是什麼 要把這個中華民國說得清楚 因為現在中華民國有兩個部分 中華民國現在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一個是什麼 台灣機構為中華民國 有兩個部分 一樣 美國總統跟國會用這個台灣旅行法 把這個什麼 這個ROC的新聞跟頂合適 跟頂合適 不會給他走 他用這個台灣旅行法更快寫下來 寫在裡面 所以我說 現在中華民國都想辦法要竊戰台灣 沒有辦法 他現在中華民國這個蔡英文政府這些人都一直想辦法 要竊戰台灣 到底有沒有辦法竊戰 有沒有辦法竊戰 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旅行法一定會嚇死 台灣未來就是要交給台灣民政府 未來這個台灣政府就是要交給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作為一個共同管理 這一定在法律嚇死 在台灣旅行法再寫一件 再拚下去 然後還有這個ROC的身份 他也在台灣旅行法的次要部會拚下去 一樣 同樣用美國的法律把它定下來 就是不需要讓他走 因為 中華民國實際上 他也很感激 我們以前聽過一句話 他都要說 你知道 他就是說 那個什麼 我軍轉境之怪 敵人追趕不及 什麼意思 他頭照都第一名 他金蠶脫口都第一名 跟他們 逐漸都差不多不可以贏過 如果要走路最快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國民黨的本質 就是交代交國民黨的本質 逐漸都不贏 如果要走路都第一名 這就是實際上 因為美國也知道 這個ROC也想要精產脫口 那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句話 我軍 轉境之術 敵人追趕不及 他就走路最快 所以 美國也知道中華民國一定會走 一定會想辦法 想要走就對了 美國也很聰明 不可以讓他走 我如果走 我就沒有 代罪高揚 我可能會讓他走 對不對 所以美國很聰明 在台灣旅行 他也把ROC的這個 國際隊把調式 他就把寫在台灣旅行 裡面的第三部分 等一下我會說這個 因為我今天就要針對這一部分 就是 不需要讓中華民國走 現在我說 現在美國很聰明 就是說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 叫做一個中國 我今天要針對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現在 最近參議院在7月20號 好像三天前 他就放出一個消息說 未來台灣就是 一個中國 跟一個台灣是分開出的 當然這個方向是對的 現在美國的政策 全面改向 就是台灣就是幾個中國 你們中國的問題就是幾個中國 要分開處理 這樣方向是對的 也跟台灣旅行碗裡面 講的東西是溫和的 所以我今天 整理這裡要再說一件 怎麼說得最好 因為這次很要緊 這裡非常的要緊 所以今天要跟你們說得最好 今天就要針對什麼 這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組 跟這個台灣機構 衛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 說得最好 因為人一定在台灣旅行碗裡面 變成法律跟政策 強勢 就是不可以讓他走 為什麼不可以讓他走 因為美軍要來處理 台灣的政治問題 你不能讓主要的凶途走 你知道嗎 你不能讓反人走 所以他用法律跟強勢 就是不可以讓他走 因為美国知道 中華民國要精產脫殼 他想要浪港 阿婆浪港 美國很聰明 不可以讓他走 用台灣旅行碗 對 所以台灣旅行碗 對台灣的國際地位 是什麼 釘海神針 這樣把它 釘下去 就對了 不可以讓他走 因為美國知道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國民黨在背後 想要什麼 精采多可 想要脫心 阿 所以他比較快 我就會聽了 好 這個台灣旅行碗 是這樣 這個 因為 我們現在這個台灣旅行碗 是2018年的3月16日 美國總統已經通過了 所以它是一個法案 然後它也是美國的既定政策 它是美國的法案 也是既定政策 我會說 這個台灣旅行碗 跟台灣關係碗 做得來看 我現在還在單四個法案 就是2019年的 什麼 國防授權法案 還有2018年的 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 還有2018年的 台灣國防評估委員會法案 還有2018年 台灣國際參與法案 我會說 這四個法案 現在都在美國的參眾議院 現在在審議 我也還沒有看到內容 所以要等他最後的結論出來說 美國總統川普 他們倡議統計 我會說 到時候我 這五個法案 台灣旅行法 跟我們剛才說的這四個法案 我再作為再說一件 加上台灣旅行碗 加上台灣關係碗 說的東西 總共有六個法案 我會作為再說 我差不多用四到五個小時 分兩個獎章來講 要把這些事情都說到最重要 到底美國對我們台灣的法律 政策到底要他安排 等他這四個法案出來 我從他這裡全面先了解 因為我現在也在等 但是我現在說 要把台灣旅行碗 今天要針對台灣旅行碗 要把這個部分再講更清楚一點 因為這個台灣旅行碗裡面很要緊 透露好多好多的消息 好多好秀的法律 還有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美國的既定政策 還有透露一些什麼消息出來 就是有些消息在裡面 其實不可以 一定跟台灣人說 但是我們台灣人 你看台灣在的時候都看不 為什麼 因為他國際法律的基礎太壞 他相關的法律都沒有了解 叫我們台灣人現在說 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自問他都知道 屬於上他都不知道 他都說 他都不知道美國到底通過什麼法案 這個法案對台灣的什麼 未來影響到底什麼 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什麼樣的 他對這些事情他沒有了解 雙關這些法案 頭到尾的事情 他不清楚 所以他不清楚的時候 他如果在台灣旅行碗裡面 用一些模糊的資源 我跟你講你也看不出來 我說實在 台灣旅行碗 我看很多民主在改的都改得不好 很壞 他本就沒有解釋到點 他本就聽他講 好像說會話 不說 他沒有燒到養素 沒有燒到痛處不好 所以他沒有解釋 證明他都不可以 證明中華民國那些學者都不可以 台南民那些民主 那些說國界外都不可以 他實際上不會解讀 他不要解讀說 台灣旅行碗到底在說什麼 說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他們都相信中華民國那樣 80歲 所以台灣旅行碗他就改變出來 所以叫他們所知 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他如果讀中華民國的 協同 還來讀台灣旅行碗 你讀過 他真的讀過 因為 叫中華民國的協同 你改遂美國的法律 完全都錯誤 因為中華民國是詐騙集團 所以他要告用每天說的那些話都不對 你都參加那個 價位的名字都不對 你還來解釋 美國的台灣旅行碗 哪有可能的對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就是 中國人都出一支厚小水 在那邊騙 後來連自己也騙 騙到後來 這麼想來解釋國際文件的時候 他不要改遂 他說改遂都錯誤 我聽他說 他錯誤了 你錯誤還說的 錯誤的思想 只會帶來什麼 錯誤的解釋 還有錯誤的法律 這樣而已 因為你整個都不對 所以教理所詞 你都不知道 因為你附近的地方都錯誤的 你用錯誤的名字 你是要怎麼去解讀人家 一個健康的名字 你要怎麼解讀 你就都不對 基礎 你是要怎麼改遂人家 健康的國際教育 你無資料改遂 所以他們現在中華民國所說的 那些一些機關 哪些一些法律都怎麼 都跟他們說的 跟國際的法律都倒閉 不然又會變什麼 變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 都給我們排擠 就是這樣 你跟台灣人說 你都在說 中華民國要打壓 好可憐好可憐 實際上是中華民國在跟你騙 所以教理所詞 你都不知道 所以就證明說 中華民國很可憐 實際上是你傻人 他在跟你騙 你真可憐 說你看我都被打壓 我台灣國際國際 都被打壓 有夠可憐 實際上是他 豪銷說白癡 在國際社會 說白癡 所以我要說 後來還要給他 所以我告訴你 你不能聽他們說的 他們回來都說他 很可憐 那些水都很厲害 司機在騙 騙了之後 回來 在外面 打壓後回來 都說他自己很可憐 所以有的人 所以 就不聽就是這樣 標明上做的是一套 去外面做懷疑 去跟騙 出離後 因為他都跟騙 他又要被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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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後來回來 你看都白癡都給他騙 是 這個像你都沒看到 他在騙白癡的騙 這就是 這就是 中國人的本性 就是他們說的 跟做的 跟想的 跟想的 都不一樣 真的 我不會騙 這就是這個民族 整個棵子裡 不知道都拿什麼東西 就對了 就是一句的都騙了 這就是跟你說的 中國人 他們說的話 你都不要聽就對了 因為 實際上絕對不是他說的 這樣 你就看一個人 你看 馬英雞的最標準 那 那基尊 如果一打開就是你騙的 大方圖 你騙 這就是 中國人的代表 在台灣的代表 那就是 中國人在台灣 就生作出來 馬英雞 要一模一模 他就生作那樣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中國人 一支嘲笑嘴 你是 你實際上去看他講的 沒有這句話是真的 在第一句話 開始講的時候 就是假的 這是 一條路 要走到黑的 一條路 要走到地 這就是中國人 所以你如果是 中國人的 中華民國的詐騙 我告訴你 你就一條路走到黑 一路走到黑吧 就這樣子吧 就是這樣 那就是 西亞人的 水杯 不見棺材 不吊泥 不到防禦性不死 為什麼 他們的 打到裡面 地面都 錯誤的基礎 那如果一個人 神經在錯誤的時候 他就只是阻散 你知道嗎 他就會自殺 他後面 最後的結果 他就是自殺 一條路走到黑 去阻散 這就是 中國人 陌後他的路 就是阻散 對 他就嚇到無窄 就嚇到 準備用處理 我不會這樣騙 他們這個民族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 中華民國 流行難民 在台灣 就是 美国處理的 政治問題 這就是 他們的末路 就是 他的背後路 就是 美国處理 沒有辦法 的事情 因為他現在 全地都 全地都 全都 所以 只要一條路走到黑 啊 啊 來講台灣旅行法的 簡介 我 主要部分 我就不說了 因為我前面說的 你用去聽 因為我今天說的 不是在這裡 這個台灣旅行法 是這樣 在2018年3月16日 簽字正式通過 台灣旅行法 成為美國法律基因政策 所以 台灣旅行法 要害是什麼 是美國的法律 也是美國的基因政策 你要記得那裡 他是美國的法律 就是說 台灣旅行法 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 這台灣旅行法 裡面說的名字 都是我 美國的法律 都是美國 在美國裡面合法的 欸 照他這樣 定義的時候 是都合法的 第二個是什麼 既定政策 這更要緊 就是我美國要進行的 所以叫做 既定政策 所以 他 這裡面就說兩項 主要是說 台灣關聯 就是未來會有台灣關聯 是美國的基因政策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 ROC在國際社會 定位 的定位 他也在這個基因政策 來給他寫出來 所以現在 中華民國都想在想 他都想在想 他現在中華民國 想要變成台灣 阿不然他 他也想要精產脫割 他現在都沒辦法走 美國有法律 用他的基因政策 台灣旅行法 這個中華民國 國際社會 他就要去定位 什麼樣的原因呢 因為美國要回來處理 主要的 主要的環境 不可以叫做 ROC 不可以叫做 不可以叫做 脫割 美國也知道 所以美國很聰明 要趕快通過台灣旅行法 把這個ROC 國際社會 定位 對 在台灣旅行法 把它銷售 銷售 銷售 所以這美國實在有夠聰明 他都知道 中華民國要走 買 阿不阿 所以他就趕快 台灣旅行法 定位 不可以叫做 都不可以叫做 都不可以叫做 都把定位 不可以幫助理 你先把一個反人 關起來 先把定位 定位 就等什麼 等美國 這樣就好了 所以美國很聰明 趕快把這個 ROC 國際社會 定位 所以我今天就要說 台灣旅行法 對ROC 的影響 因為我們上一次講 台灣旅行法 對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的影響 就是台灣關聯 我今天要說 台灣旅行法 對ROC的影響 今天要不要針對 這部分來講 當然這個就比較不要緊 但是你最好是要 理解情 為什麼 美國在處理 處理的時候 他有他的方法 跟他的步驟 還有他的什麼 他的那個法律流程 今天就是跟他說 這個台灣旅行法 跟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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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原油 再來我們就直接跳 跳到他主要內容 你可以去看他講的一些前年 前年我沒有講 他前年不是 他不是有關係 他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 好 我說他主要內容 主要內容就是這樣 這樣 第三章 國會議事照政策聲明 國會議事照 國會認為 美國政府 應鼓勵各級 美國和台灣關聯 互訪 政策聲明 應該是 美國既定政策 第一點就是 允許 美國政府 各級關聯 包括 內閣及 國家安全關聯 一般軍官 和其他行政部門 關聯 前往台灣 與台灣同行會面 我們這樣說 什麼是台灣同行 跟台灣關聯 到底有什麼 不一樣 很簡單 台灣關聯 是台灣關聯 我們先確認 台灣民政府 這個關聯 就是台灣關聯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是未來的台灣政府 這個在 上一次台灣旅行 上面的部分 我上一次講的時候 我一定確認 最主要部分 一定說了 你現在還說 台灣同行 因為現在 台灣同行 更清楚 是什麼 他比台灣官員的範圍 還要大 什麼叫同行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在台灣 同樣在處理 政治問題的 一批人 在台灣處理 台灣 政治的一批人 都可以叫做台灣同行 這樣 我跟你講 他一定 不是只有 台灣關聯而已 他比如說 指AIT也可以 AIT 也算台灣同行 說這個 蔡英文 現在 在我們管理 台灣機構 他也算台灣同行 他也在處理政治 在台灣處理政治 所以現在 可以叫做台灣同行 還有一些 美國 他們的方面 派 派在台灣的一些人 比如說 有些CIA 或是說 美國國防部 這也可以叫做 台灣同行 就是他 派住在台灣 地點 這個地方的人 都可以叫做台灣 台灣同行 同樣在處理 政治方面 都可以叫做台灣同行 所以這個台灣同行 就是什麼 比台灣關聯更差 因為台灣關聯 我們說的就是 台灣民政 的關聯 叫做台灣關聯 台灣同行 不計 反而比台灣關聯還要再廣 就是說 說得簡單 美國在台灣想要 趕什麼人 就趕什麼人 所以那叫做台灣同行 簡單說就是這樣 這是第一行 這個是 給我們說明 美國 他開始可以 建 台灣的同行 我說為什麼要 這一點 因為在 1979年 台灣關係法 實施了 美國就禁止 說官方來參訪台灣 美國有金 金說 官方的這個什麼人 來參訪台灣 不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什麼 主要跟 阿強的關係 跟阿強的關係 跟阿強的關係 他的意思是說 美國跟中華人民 說阿強的答應 說 我不會承認 中華民國的這一批官員 是 合法的中國官員 不再會 所以我美國的官方 就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地位 所以 同樣 我美國的官方的人員 也不可以來台灣 建中華民國的官員 他的意思就是 這是最 這是最主要原因 就是 他跟阿強 跟阿強 就是一個中國政策 跟三個公報來講 當然 美國也很難 所以 1979年 修施台灣關係法 之後 跟中華民國講過 跟什麼都不是 因為 美國那方面的官員 就沒有 就沒有說 再來建 這個在台灣 建中華民國 會流亡政府 才來管 就沒有了 官方的 政 政事關係 就中止 啊 由什麼來替代 由AIT來替代 美國再來協會 所以 他們這個 美國官方 他就用 AIT 整個把它替代掉 改替代替 對 所以 就在那個時候 怎麼 所以就 基本上 美國官員 官方 官員 跟 國安部的人 怎麼 全部都不能來台灣 不可以 一定要透過AIT 要透過AIT 傳達美國總統 還有 美國國會 還有 美國軍方的 一些什麼 他要對台灣的 指示 一些支持 都要透過AIT 啊 就 沒有透過什麼 美國 美國 直接的參訪 官員 直接參訪 所以他把他禁 禁掉 但是他現在在台灣 旅行完 第一條的時候 他就把它解禁 改開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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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下這條 這是有原因 我跟你說 然後還有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 因為 因為那個時候 在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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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日 世代的時候 美國的官員 都叫中華民國 離選 中華民國 每年都開了很多錢 在美國的國會 開始做運作 所以我告訴我 我聽說 國會議員 一切的時候 都來 都來台灣旅遊 一個人我告訴你,來的時候就請他說一張演講,我記得價碼是五百萬, 好像是五百萬的那樣,那時候台票五百萬,中華民國錢五百萬, 你如果做好美金來說差不多十萬塊,我怕死人一條錢, 只要這個國會議員,只要他卸來台灣參謀一件, 我告訴你五百萬,就是差不多是美金十萬,這算是一比四十, 所以差不多十二萬,給這個國會議員,所以那是國會議員,他四人,大家都背台灣, 都來把那些軍閣就領錢,你知道嗎? 那叫做錢金到後世,他都在國會議員遊說,都在國會議員學生, 他主要怎麼樣?因為要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什麼? 要繼續升潤的,要跟台灣人繼續騙,叫美國給他進行, 所以那些時候都很多遊說,中國美國花很多錢在美國國會, 都拿我們什麼人的錢,拿這麼傻的台灣人的錢, 去美國遊說,美國國會議員一下任的時候都不會來台灣, 那叫做一個在那裡用的錢,錢金,那如果他卸任回來的時候, 又來台灣叫做後卸,所以同樣的就給他們兩條子, 這美國給我撲到這樣,我告訴你,台灣變成都不正常, 中國民國變成都不正常,台灣也變成都不正常, 所以美國的官方也不再承認中華民國, 或台灣的地位,什麼樣的原因?因為以前的錢金都在那裡買了, 你如果現在不承認他的官方地位, 你買有什麼意義?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然後也不合法,因為人家已經不承認你官方地位, 所以你也不可以在那裡做游,不可以什麼? 你不可以跟國會議員游說,為什麼? 因為你中華民國也不是一個國家啦, 所以你不可以跟他游說,你也不可以游說啦, 對啊,因為你沒有合法的代表性啊,你就存黑色而已, 你如果說錢要黑色來說,人可能給你收的又不辦事, 我就不愛做,我就給你收而已,收我不要做, 因為你又不具有官方的代表性, 你是拿我開而已,我就把你開掉這樣啊, 他可以不辦事啊,就是這樣啊, 我都給你收錢,就不辦事啊,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官方地位,所以我今天都不怕你, 對啊,因為主要有這個原因,所以才把他撞掉, 你知道嗎?所以我說這個齁, 我說這個齁,我說這個齁, 我說這個齁,台灣理想法第一條是有時光背景, 主要原因就是阿強,第一個就是阿強跟阿強說好, 一個中華政策跟三個說好,第二是什麼? 以前的中華民國都透過宋美林, 在美國搞一些公關活動, 目前美國國會很黑很吵, 所以後來整個都把他撞掉, 在台灣關係法實施之後就把他撞掉, 就把他撞掉, 跟這個什麼中華民國台灣這部, 都把他撞掉, 這就是主要的原因, 所以這條是有理數的, 當然這詳細的詳情, 我就不說很清楚, 但是有這些事情, 這條是很黑很垃圾的, 所以後來整個都把他撞掉, 因為你怕說, 這還一直撞掉, 我要說, 偉大不掉, 所以美國也撞掉, 這樣很不清晰, 後來跟中國的關係什麼都很差, 所以後來都把他撞掉, 這就是第一條說的,主要原因, 好,再來第二條, 他說的台灣理性話, 說的是允許台灣高級關聯, High level of vision of Taiwan, 在適當尊重這些關聯, 有尊嚴的條件下進入美國, 並會見美國的關聯, 包括國務院和國務院的關聯, 國防和其他內閣機構, 就是說台灣民政有意義的關聯, 就是未來的區, 台灣高級關聯, 然後未來可以什麼, 會見美國的關聯, 很簡單, 主要是說這個, 因為我前面就說過, 這裡也透露一個訊息, 就是說, 因為他既然有, 他既然有叫台灣高, 高級關聯, 那是不是有一些比較, 沒有層級那麼高的關聯, 對, 沒有錯, 那就是我們說的台灣機構, 什麼叫做台灣機構, 很簡單就是, 我們以後台灣政府的身份, 台灣政府的身體, 我們台灣民政就是台灣政府的頭,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所以, 台灣民政就是台灣高級關聯, 這, 這港的台灣關聯就是台灣民政的關聯, 就是台灣高級關聯, 我跟你說, 還有一些台灣的低級關聯是什麼, 就是蔡英文這裡的, 他們就是比較低級的關聯, 他們就是台灣機構, 他們就沒有權利去建美國的關聯, 主要就是台灣民政, 以後這個關聯, 才可以會建美國的關聯, 主要就是你講一下, 所以, 你看看他, 他也在玩文字遊戲啊, 所以, 什麼是高級關聯, 什麼是低級關聯, 那我說既然有一個高的, 那就有一個低的, 這也是把台灣機構跟台灣民政, 政府未來政治生分來表態, 但是我來講, 他依然有很模糊的字眼, 什麼叫台灣高級關聯, 就是未來台灣政府的頭, 那下面還有一個台灣的低級關聯, 是什麼, 蔡英文這個政府, 所以他在世上, 所以蔡英文以後在世上, 你看, 既然有一個台灣高級關聯, 那一定有一個比較低級的吧, 低級的是誰, 就是蔡英文, 很簡單的啦, 再來第三個, 鼓勵, 我今天要說的重點在這裡, 就是ROC的國際地位, 就在台灣理想裡面跟電視, 他就寫在這裡, 寫在第三點, 我今天主要要說一碼文, 我待會說這裡, 鼓勵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你先記得嗎,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跟台灣設立的其他機構, 就是台灣機構, 在美國開展商貿業務, 包括涉及國會議員, 聯邦州或地方政府關聯, 或是說台灣的任何高級關聯參訪的活動, 他就是說, 你這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跟這個蔡英文的台灣機構, 有的中國民國, 你可以去拜訪美國的官員, 還有什麼, 台灣的高級關聯, 我告訴你, 他真的有來跟我們拜訪, 蔡英文真的在這個什麼, 3月16號通過台灣理想法之後, 真的有來拜訪這個台灣民政府, 真的有來拜訪, 真的有, 我待會拿政府給你, 他真的有, 真的有, 這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跟這個台灣機構, 偉中華民國, 真的有來拜訪台灣民政府, 真的有來, 真的他也很修法力的啦, 對啦, 真的, 我是跟他哭哨啦, 真的他也很修法, 他真的有來參觀台灣民政府, 他真的有來, 喔, 而且陣仗還沒說, 我給你看, 你不能把他命喔, 因為我說的是真的, 他真的有來參訪喔, 他真的有來參觀台灣民政府喔, 你不能把他命喔, 這有了, 你看看, 台灣機構, 偉中華民國的參訪, 台灣民政府活動, 他真的有來參訪喔, 他真的有來參訪喔, 我聽說, 檢調才有二、三十人啦, 他要去台灣民政府搜索, 然後好像, 帶走好像, 將近快七十箱的證物, 從那七十箱, 都把裝箱, 把他帶回去調查, 這就是什麼, 台灣機構, 偉中華民國參訪, 台灣民政府的活動, 有啊, 他有來參訪喔, 有啊, 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台灣機構, 有啊, 參訪什麼, 台灣的任何高級觀, 他真的有來參訪, 他真的來參訪台灣民政府, 喔, 我沒有特別說, 這是真的啦, 這真的有參訪啊, 你看, 檢調我記得, 差不多二十幾個, 他參觀台灣民政府, 這五一零事件, 喔, 對啊, 這都怎麼知道的, 他真的有來, 喔, 真的, 他也是很修法的啦, 真的有來參訪, 啊, 反正喔, 這, 反正他有來, 不懷好意就對了, 他說參訪, 啊, 他也不說, 我要, 我要用第一, 還是友善的啦, 反正, 這個人鼓勵嘛, 我就把你參訪啊, 就把你摸下去啊, 就把你摸一坑啊, 喔,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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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講, 我就不講, 這反正美國安排的啦, 反正, 對不對, 反正他就是這樣跟我們參訪, 鼓勵, 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台灣機構, 參訪, 台灣的任何高級觀, 他真的有來, 好啊, 我今天要講, 重點要來了, 今天就講這裡而已, 齁, 就講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跟這個台灣機構, 衛中華民國, 我今天要講這個, 他, 美國很聰明, 他趕快用台灣旅行, 也把他拚了, 跟這個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跟台灣機構拚死, 用我美國的台灣旅行, 把他拚下來, 我給他跑, 因為, ROC, 現在是要經產脫口, 是要跑, 啊, 美國很聰明, 趕快用台灣旅行, 把他拚下來, 我給他跑, 因為他知道, 中國人都怎樣, 如果剛才有事, 真的不行, 他就是要浪港, 人家說阿婆浪港, 他就要我們說的是什麼, 我軍, 轉進速度之快, 敵人追趕不及, 他就走得很快, 要經產脫口, 要找一個代罪高的人, 要找一些光的高的人, 去做炮火, 我今天就要講一下, 如果他快要發動跟他拚下來, 所以我說, ROC的國際就要拚下來, 走不去, 但在求美國處理, 所以, 美國很聰明, 美國很聰明, 他們都聽到國民黨, 這部的新聞, 他們都要抓出來, 所以, 快要發動跟他拚下來, 好, 我們說的齁, 直接看齁, 這個, 你看齁, 這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在那裡, 駐美國,齁,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有啊,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台灣理性也說的這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有啊,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台北Economical and Cultural Repentanc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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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 在美國, 所以, 現在中華民國流亡在哪裡? 在美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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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名字是什麼? 對, 美國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喔, 這是中華民國真正的新聞, 喔, 反正他現在流亡在美國啦, 所以, 現在中華民國流亡, 不然, 人工根本不在台灣, 台灣, 我會說這是房子而已, 這是房子, 因為齁, 我會說齁, 中華民國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什麼, 他真正的政治機構, 就是, 這個啦,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這是正向中華民國的什麼? 他的總部發展, 他的總部啦, 中華民國的這個, 稱說他的重心啦, 也都以, 就是這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所以人家處理都說中華台北, 台北有啊, 中華台北的這個意思, 那就是, 洛商協定跟人家說話, 叫做中華台北, 所以你會想說什麼, 中華台北, 中華台北叫什麼? 中華難民隊啦, 對啊, 中華難民隊在台北, 他就是難民啦, 難民啦, 所以你都跟他處理說, 中華難民隊, 中華難民隊啦, 所以叫做中華台北, 所以你一直都不知道什麼叫做中華台北, 我會說中華民國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他的黑特殼, 就是他的總部, 總部啦, 總部啦, 他的創他的總部就是這個, 我們你說的什麼, 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這是他的總部, 他在美國, 我會說, 中華, 你要稍微記一下, 他在哪裡, 他那個主要在什麼? 這個什麼? 那個 那個 王大流 華盛頓DC, 所以 他 你不知道這個總部有在哪裡? 他喔, 這個總部主要把他放到華, 華盛頓的D, 你知道嗎? D是, 就是華盛頓, 所以 實際上這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在哪裡? 他在華盛頓, 你知道嗎? 他流亡在華盛頓, 所以你說的, 中華民國實際上, 他的本體在哪裡? 就在華盛頓, 華盛頓DC, 你稍微記一下, 華盛頓DC, 所以實際上, 中華民國現在實際上流亡在華盛頓, 一個聲音嘛, 你要流亡在一個城市, 要在哪裡? 在華盛頓, 所以他也遭到華盛頓幣, 這就是中華民國正常的新聞, 他的黑帝, 他的總部, 我要說這個中華民國實際上, 因為, 因為ROC現在有兩個部分, 因為我前面說的, 因為前面一定台灣理, 台灣理新聞一定說的,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還有一個叫做台灣機構, 台灣機構就是現在蔡英文這個進步, 叫做台灣機構, 所以, 因為ROC他有兩個部分, 他一部分就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然後還有, 他還有一部分就是, 他還有一部分就是, 他ROC的身體, ROC的身體, 就是台灣機構, 我們叫台灣機構呢, 我們說一個社會, 叫做, 台灣難民機構, 難民啦, 因為你們現在都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所以你們是難民啦, 因為我們那個中華民國怎麼說過, 他不是一個國家, 也不是一個政府, 然後你拿中華民國的不是一個合法的國籍, 所以叫做難民, 所以你現在如果持有中華民國身份證的, 你屬於難民, 所以你如果齁, 出你跟他比賽, 就像中華台北, 還有什麼, 中華難民隊在台北, 中華難民在台北, 叫做中華台北, 那就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啦, 人最後在洛桑協議, 協議出來, 好,這樣你既然屬於難民, 我就給你一個什麼, 中華台北, 那就是洛桑協, 所以他現在, 中華台北想要改台灣, 人不可以改, 因為他的國籍就一直有停死, 然後也被美國的台灣旅行員把他訂死, 人不可以改, 所以美國很聰明, 他知道中華美國想要浪桑, 不可以浪桑,想要走路, 想要精殘脫隔, 美國更快就要訂了, 不可以改, 你幫我留的, 我要處理, 他為什麼在台灣旅行員把他限定, 那就是要處理啦, 所以我們這個限制不要讓他走, 所以美國很聰明, 他很聰明, 好, 我們繼續說下去, 所以我告訴你, 今天ROC有兩個部分, 他的hattec的部分就是在哪裡, 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還有他的政府就是台灣機構, 偉中華民國, 蔡英文這個政府, 所以我說ROC有兩個部分, 實際上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什麼, 是他的頭腦精神象徵, 就是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他在管理的生活叫做台灣機構, 偉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也很聰明, 他趕快把他的中部和他, 和他的身份一起討論, 他也分開, 萬一我這個台灣, 台灣也不去了, 你知道嗎? 我還有出財走, 我整個都走去美國, 我把我的中部放在華盛頓DC, 所以他也很聰明, 人家說阿婆浪港, 他真的走下去了, 所以現在中華民國法律是在美國, 也沒有在台灣, 他不在台灣, 雖然在美國, 因為他的核心, 他的中心都在美國的華盛頓, 他也不走, 他都放在那裡, 所以你消滅台灣的, 中華民國沒有效, 他還是在流亡, 他流亡在美國, 除非你消滅美國, 那中華民國才會不見, 不然中華民國他還在, 他在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他也在那裡, 所以你現在中華民國要消滅中, 你消滅美國, 或是叫美國討出來, 麻煩你把中華民國交出來, 叫做一個中國政策, 所以阿公每天都在台灣流亡, 什麼樣的原因是, 你把美國跟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交出來,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我這個新主辦我要愛到他, 這就是他主要的原因, 主要為什麼阿公每天都跟美國, 要遵行一個中國政策跟中美三個公法, 你這個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你要回來, 回來跟我同意, 這就是他講的, 所以為什麼阿公都跟美國抗議, 我們在這裡, 好, 我們現在說了, 這個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就是在華盛頓DC, 在那裡, 這個中國流亡組織, 美國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他在哪裡? 雙向元, 在雙向元, 雙向元在那裡, 我聽說在美國國會的附近, 他在華盛頓附近, 到底在那裡我也不知道, 我也沒辦法去過, 在那雙向元的地方, 所以中華民國是這時候在那雙向元, 在華盛頓DC, 這就是, 我要說, 他現在跟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什麼, 他的黑帝國, 他的中心叫做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這是中華民國不可能告訴你, 他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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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時候都有他的中華民國的什麼, 中華民國的那個軍艦, 特別走去美國, 你知道嗎? 雙向元升起, 所以, 他們都知道, 他們都知道, 中華民國, 實際上現在流氓在那裡, 美國了, 走就走, 他不在台灣, 我們這個台灣嫁, 這就是那個什麼台灣機構, 衛中華民國, 他還用中華民國去騙, 騙說中華民國在那裡, 實際上按照他的法律來說, 他叫做台灣機構, 他也可以不用中華民國法律啊, 可以啊, 隨時就可以拿掉啊, 這時候的中華民國, 都一定流氓在美國, 華盛頓DC, 這都很厲害啊, 所以, 美國他為什麼在台灣旅行法, 第三條又有講, 台灣, 這個什麼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那是不像中華民國, 不像這個ROC跟台灣混淆, 所以現在, 美國的政策過來就很清楚啊, 一個中國, 跟一個台灣, 都幾個處理, 台灣就幾台灣來處理, 中國就幾中國來處理, 他就不會再藍在說, 因為你藍在說的, 變成都無材料處理, 現在中國就幾中國來處理, 就是這個中國聯合難民, 跟習近平跟美國的問題, 這屬於中國部門, 這美國人答應, 一個中國部門, 再來就是, 台灣的部門, 台灣的部門, 最好卡住什麼卡住, 台灣跟美國, 這也要分開處理, 你知道嗎, 因為要處理的法律, 對象不一樣, 所以他現在把獨立, 叫一個中國, 一個台灣, 獨立, 他要處理就對了, 所以美國再來的政策, 也會比較清楚, 就是一個中國, 一個台灣, 這是正確的, 照這樣處理, 就會分開了, 這樣是對的, 然後台灣跟中華民國, 不可以分掉, 台灣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跟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這樣就好了, 這樣處理就好了, 自然一直處理, 就分開了, 獨開了, 這樣就變成說, 走到後面變成這樣, 你知道嗎, 我們本土的台灣人, 都說, 我們叫台灣好嗎, 大家都同意, 但是有一群人, 在台灣人不同意, 什麼人, 中國的瀰王難民, 他不同意, 我不行, 你要叫中華民國, 這群人, 後來就叫美軍處理出去, 都給他好處理出去, 在台灣給他好處理, 對啊, 因為台灣就是台灣, 你們記憶說, 台灣叫中華民國, 這樣好, 你們都想要同意, 我就給你好處理, 我美國就給你好處理, 台灣人也都很高興, 台灣人都舉手歡迎, 去陪中國的瀰王難民, 都可以回去, 每天在台灣, 搖八岔, 在這裡說, 數會, 整個都給他好處理, 你說你如果要統一很簡單, 你們知道嗎, 火營機票買的就過, 就統一了嘛, 哪有什麼困難, 要跟中國統一有什麼困難, 不困難耶, 火營機票買的就回去統一了耶, 小三通這多少錢而已, 在我們, 臺北, 雙山機場, 飛到金融1500塊, 還有桌子過, 我記得好像七六五, 中共, 中開, 北超過三千塊, 你就統一了, 哪有什麼困難, 你如果要跟中國統一很簡單的火營機票買過, 三千塊而已啦, 五百多過啦, 通三小我也要多過啦, 三千塊而已啦, 很小的啦, 哪有什麼困難, 所以要統一是不是很簡單耶, 你火營機票買, 你就買, 你就回去, 你就統一啦, 那幾天在搖八岔, 要跟台灣, 不要回到中國統一, 那就不可能的事情, 台灣屬於日本的啦, 所以喔, 台灣的問題就是, 這個台灣, 日本, 跟中國來講, 那叫做一個台灣, 你知道齁, 那就是台灣這邊的, 好, 什麼叫做一個中國, 很簡單的就是, 美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在台灣的中國流亡難民, 這些問題, 這屬於一個中國, 跟最多加一個台北經濟, 無論代表處這樣而已, 這就是一個中國, 所以, 如果美國在處理的時候, 一個中國跟一個台灣就切開了,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能處理了, 所以你看, 人都很清楚的, 只有五王的台灣, 這樣看, 還有這個中國愛日本台灣, 中國你愛台灣, 有嗎? 他們在雙項人家, 有嗎? I love 台灣, 所以他都愛別人的母, 那你, 你想一下問題, 台灣, 台灣須於日本天皇, 須於日本的, 對不對? 阿你, 你喔, 這個, 中華台北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台北經濟, 無論代表處, 喔, 就代表中國的嘛, 喔, 他是中華民國的頭, 阿他就是中國嘛, 阿他就是中國嘛, 中國你愛日本台灣, 對啊, 這就是這樣啊, 所以他都愛別人的母啊, 所以現在, 米國就是真的要砸開啦, 叫一個中國, 還有一個台灣, 他就是要這樣處理就對了, 砸開才能處理, 你如果中國跟台灣人在說, 沒有在處理啦, 阿他現在就是怎樣, 用錢都給他留下, 欸, 中國就屬於中國這邊在處理, 美國他也會針對一個中國, 正在處理中國的問題, 喔,阿我們如果, 這個台灣的保安港的, 我們就叫建政院, 叫國政院來處理的話, 把你成立台灣民政院的都適合啦, 所以那叫做一個台灣, 喔, 所以再來就是一個中國, 一個台灣, 分別下去處理, 阿這個方向是對的, 你一直把它處理下去, 就變成, 後來就台灣生下西醫, 台灣人都說, 我們叫台灣沒有意見, 阿日本也跟我們支持, 喔,阿那就都好去了, 阿現在在台灣一直叫台灣沒的人, 就是什麼, 欸, 中國聯合南, 他說不行, 台灣一定要叫中華民國, 喔, 阿如果, 你如果說, 你如果要這樣, 你就整個都等到中國跟人家, 叫做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欸, 走到後來就變了, 自然它就會分開, 阿你這個, 中華民國要來, 竊戰台灣, 要再來照台灣的名義就不行, 就給你賺錢, 因為什麼, 因為台灣令友其願要用, 什麼人要用台灣民政府要用, 台灣民政府才可以代表未來的, 未來的台灣, 就是未來的台灣政府, 喔, 阿齁, 所以中華民國, 再來就不用用台灣, 喔, 就把你打出去, 所以你現在中華民國想要, 改什麼台灣, 不可能的事情, 你要在, 國際的, 正式組, 正, 你正式組, 都不會用台灣的民意出去, 是不可能的, 中華民國要用台灣是不可能的, 欸, 不可能人過來就不想讓你贏了, 國際所有的正式的組織, 都不會用中華民國台灣, 不會, 給你賺錢, 因為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就是要回去跟人家統一的, 喔, 那就是什麼, 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啦, 跟這幾個中國令友的難民, 就要回去跟人家統一, 要做一個中國, 阿我們這個, 台灣的部分就是, 我們日本台灣跟美國在協商就好, 阿齁, 這叫做一個台灣, 喔, 主要就是這樣啦, 我們現在來講的, 我們實際上台灣的管理的中國是這樣, 我們喔, 先說, 用這個中國這邊啦,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政, 與聯合國的二七五八號決議委, 正牌的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的民國, 我就是, 實際上, 中華民國, 他沒有離開中國, 啊,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 啊, 我們台灣是怎樣, 我們台灣是, 什麼, 我們實際上是一個台灣機構, 喔, 台灣的政治機構, 啊, 啊, 我們跟台灣, 我們跟三, 我們跟三, 三在一個中華民國, 又跟風一個嫁給中華民國, 啊, 做成國際社會錯誤, 啦, 剛好變成兩個中國, 啊, 實際上, 人家, 人家美國講的是一個中國, 但是, 台灣機構這輩中國流亡難民, 他就在那裡拉就對了, 喔, 他就製, 他就製造另外一個中國, 叫做中華民國, 啊, 就變成兩個中國, 喔, 國際社會在那裡騷亂就對了, 每天在那裡搖八岔, 喔, 啊, 主要是, 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中華, 主要是這個什麼, 這個, 國民, 國民黨這輩的人怎麼, 不一樣, 他喔, 中華民國的代表, 我看到, 美國一定碰到, 碰到中華民國, 碰到這個共產黨, 所以他這輩國民黨的人不管, 他也製造一個嫁, 中華民國跟亂就對了, 啊, 要在那裡, 魚翁市, 好像是什麼, 好像是, 文化流氓, 環保蟑螂這樣, 齁, 你知道用非, 非法的手段, 啊, 你把那個, 正白的中華民國騷擾, 你把他打他, 他不一樣, 他輸掉了, 國共內戰, 他怕輸掉了, 啊, 輸掉了, 走來台灣, 他不一樣, 所以他還創造一個嫁, 中華民國跟亂就對了, 啊, 啊, 你不說我是, 齁, 你不隨便輸, 我也不給你啦, 我也要把你, 我也要把你扔就對了, 啊, 這就是什麼,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還把, 他把, 他把國民黨的培養在台灣, 就創造一個嫁的中華民國, 假的中華民國, 啊, 人家真正的中華民國, 實際上是在中國大陸, 要讓他不走啊, 中華民國都在啊, 人家不走啊, 對啊, 那是, 中國人的政府, 讓他不走啊, 啊, 人家的政府, 就叫做中華民國啊, 啊, 我等一下就說這個原因, 他是什麼, 中國人民的中華民國, 叫做,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啊, 你這輩中國流亡難民的中華民國, 就, 就叫中華民國, 你就是, 開一個嫁的中華民國, 要把真正的中華民國鬧就對了, 你不就不爽啦, 要把你扔就對了, 你不雖然輸, 我也不可以讓你, 你知道嗎, 我也不可以讓你做, 我也不可以讓你好過, 所以, 我們就在台灣, 這個國民黨, 就開一個嫁的中華民國, 那就是文化蟑螂, 環保蟑螂,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是一個非法組織, 所以, 你不要再看, 有一個中華民國, 你就去那裡, 所以, 國際社會處理, 你如果用中華民國的名義處理, 你就會打壓, 原因是在這裡, 因為中華民國, 在國際社會, 是一個非法組織, 是為中華民國, 是假的中國政府, 假的中國政府, 啊, 人家美國, 都已經一個中國政策, 你們說好了, 一個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民國, 啊, 你就在台灣, 這個國人, 創作一個嫁中, 你知道嗎, 要把阿強教育, 阿強很不爽啊, 每天, 都要弄我們台灣, 弄美國, 原因就在這裡, 為什麼,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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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當一個中國, 然後, 你又在台灣, 跟他搞另外一個中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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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要說也說不出來, 啊, 當然, 啊, 啊, 共和人民說, 這樣好, 我也讓你製造一個, 我用在那裕翁取利, 你知道嗎, 所以他也配合美國的魔法政策, 這樣他也繼續跟他算就對了, 為什麼, 有利桃, 他也有中美的意義, 所以他就不會比較這樣算, 啊, 啊, 大家就說好, 反正說, 因為, 我們都, 我們都, 在那裏,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油湯, 啊, 我們有一些模糊, 啊, 如果有一些什麼, 有一些模糊, 就是有什麼, 就有一些周旋的空間, 人家說的, 水清則無語, 所以, 人家都很清, 都沒辦法這樣一樣, 所以, 我們要把那個樓污住, 你知道嗎, 在那裏面, 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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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裏, 美國和中國都可以, 套, 套一些利益, 這樣出來, 啊, 什麼, 啊, 啊, 什麼, 什麼, 都, 都, 那台灣人, 什麼, 從中國和美國的那裏, 最高的, 你都沒有人看, 你也不知道你哪裡說的, 你說你中國也不是, 你說你台灣也不是, 啊, 不然你是誰, 現在什麼都不是, 就叫難民, 所以, 所以後來在納州C S林的採官 才跟你說你台灣現在政治難民 你是政治煉獄 政治煉獄是什麼 代表你台灣沒有政壽 你沒有一個合法的政府 你的國籍有問題 這叫做政治煉獄 納州C S林的第一案 第一次考驗的時候 一定說得很嚮嚇 你台灣人沒有國籍 代表你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籍 你台灣人沒有政府 所以代表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政府 這就是什麼 你抓到C S林的採官裡面說的 這把我們打得很重 就是台灣人都不知道 就看看看看 所以那個中華民國的詐騙教育 自己的媒體真的很厲害 那洗腦的幹部就要去一流 洗到台灣人都說說說說 好 這樣美國一個中國政策 我就改水過了 我待會兒再說這代的事情 就是共華雄勢 主要就是美國一個中國 主要是美國一個中國政策 跟聯合國的二七五八五絕文 正牌的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美國人答應 這不是我答應 你如果我答應就沒有了 這是美國人答應 聯合國也這樣 所以你看 現在聯合國五大常鎮理事國來邊 其中一個就是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的民共和國 很簡單嘛 你就看聯合國的常鎮理事國 什麼人你坐的 現在阿公你坐的 所以阿公你坐的 就是代表他現在的中華民國 阿臺灣這就是什麼人家的 三在中華民國 假的中華民國 就是偽中華民國 阿這個 這個 偽中華民國 阿他實際上的身份是美國總統的台灣機構 那些在台灣關係法的第十條 齁 你如果要聽這上 你如果要聽上 你都聽我前面的演講 那叫做 偽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國際法立地位 你都去聽 我就沒有跟你講 詳細我直接跟你講 這個台灣 這個台灣機構是什麼 美國總統的台灣機構 你記得喔 這個台灣機構是美國總統的 他對我都說他叫做中華民國 就是他在台灣機構 三在一個中華民國 你記得這樣就好 然後實際上中華民國走到哪裡 走到華盛頓DC 他走浪槓 阿不然浪槓走就走 所以 中國人民的海外流亡組織中華民國 實際上 他叫做台北經濟文化代表 他現在流亡在華盛頓DC 雙向連 他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 這個雙向的外面 I love 台灣 中國你愛日本台灣 所以他都愛別人的母 因為都亂七八糟 這個實際上 現在目前的大致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 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重點 就是 美國總統的台灣機構 為中華民國 我今天要講這個 這個很重要 這個台灣人都不清楚 他都因為中華民國 還在台灣 還在世界裡面有存在 我就跟你說 按照美國的一個中國 政策和聯合國的 27 58號結文 人家 正港的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的民共和國 這叫做一個中國 人家一定碰到他 這法律 這是聯合國 這也是美國 這也是美國 這也沒有 所以 你 在台灣 創造一個假的中華民國 沒有意義 假的 所以 所以我叫做為中華民國 就是這個中華民國 是假的 這個中國政府是假的 這個中國政府在台灣是假的 山寨 所以 我叫做CS 你們看不出來 就說 你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一個合法政府 你持中華民國 身份證 是一個什麼 也不是一個什麼 合 合法的國籍 你現在什麼都不是 你現在 你會覺得很奇怪 你說雖然中華民國 不是一個國家 也不是一個國籍 你為什麼還能出國 為什麼 因為這是美國總統開的台灣機構 這是美國總統的台灣機構 什麼叫做台灣機構 很簡單的 台灣難民也 因為你一般都沒有國籍 你拿中華民國都沒有國籍 所以你處於難民 所以你處理中華台北 中國是台北 中國是台北 中國是台北什麼 中華難民隊 中華民國難民隊 叫中華台北 對啦 難民隊 你都沒有國籍 你都要出國際生活比賽 所以叫做中華台北 那就是中華難民隊 所以你這個出國 你都拿中華民國 國籍在那裡 他也說那是他在笑話 那是人家說 你那些難民 你如果 一般國籍 一般的難民 在奧運 你比 比賽的時候 銀牌 金牌的時候 你都會 背一個國籍 在那裡 帶你在那裡生 但是你如果照顧那些白人 你看那都難民 難民又在那裡生 你都不知道你難民 別人都知道那些難民 什麼樣的原因 中華民國的詐騙教育 他騙說 這個 中華民國 又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實際上都不是 你如果國際社會 這些文章來看 你就是假的 你知道嗎 國際文章來看 你用國際文章來看 你這個中華民國 你就是假的 人家那個 真正的中國政府 全部在北京人也不走 中華人民國 都在北京也不走 你人家在台灣 你人家 三在另外的中國政府 對吧 主要原因就在那裡 那就是我講的那句話 國民黨的 中華民國 輸去後不完 所以他還創造一個 嫁的 中華民國 要跟阿拉阿正 就是這樣而已 主要原因就是 中華民國 跟毛澤東的私人恩怨 他們輸去穩暖 所造成的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後面 打打打打打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是假的 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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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的中國政府 叫做中華民國 人家真敗的 這個什麼 中華民國政府 在中華 叫做中華民國 叫做中華民國 這是美國的一個 中國政策 跟聯合國 二七五八五決議文 所以你看看 台灣 我說你說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 都給我們 騙 當年就要去聯合國 看官 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聯合國的 二七五八五決議文 我們一定把這個 中華民國的代表 搭出來了 這個 這個 中華民國的代表 一定把他搭出來了 所以你不再 聯合國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聯合國絕對不會接納 接納什麼 接納我們這個中華民國 絕對不可能 因為聯合國一定 變成一個法案 二七五八號決議文 人家割議會 這法論 這一定不可能 所以你 中華民國 要回去做什麼 聯合國做什麼 主權度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人 美國 這個什麼 台灣 旅行館 也已經都拚死了 這個ROC的新聞 都拚死了 也不想讓你走 所以就等於 美國處理了什麼 政治問題 所以你現在 拿中華民國的新聞前 跟這個 算是他課叫 你為什麼要出國 很簡單 因為你是 美國總統的 台灣支國 就是台灣難民營 就是 美國在台灣 開一個難民營 阿姨 現在你把你 阿屁股 你把你保護 所以你還拿中華民國的 課叫出國 你什麼意思 那就是他嫁 那叫做 偽中華民國 所以你還記得 我就拿中華民國的 課叫出國 我為什麼 在國際社會 都給我們排輯 原因就在那裡 所以我說 他中華民國 沒跟你說一話而已 他跟你騙 騙說他什麼 主權獨立的國家 實際上都豪小 其實都不是這樣 啊 人家 正牌的中國政府 就在中國 這片土地頭上 怎麼不走 你還用一個中國政府 在台灣 那你不是假的嗎 所以 我說的是 美國總統的台灣 機構 叫做偽中華民國 這就是 正港台灣的國際內容 這個政府 有什麼正港的行為 對啦 難民機構啦 非法的流氧組織啦 叫做偽中華民國 很簡單嗎 很簡單啊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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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經濟無奈代表 現在在美國 華盛順上 你知道嗎 是這張 他也浪港了 走了 走去 華盛頓DC 人家 真的啊 你看看 他都阿婆浪港 你知道嗎 他也不去台灣 他現在 中華民國的總部 在華盛頓 走了 阿婆浪港 人家先走 有啊 華盛頓DC 有啊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人家浪港 在美國 人家跑路了 你還在那裡解公 你還在那裡玩 人家跑路了 所以你看 你講的台灣人 就做什麼 中華民國的投票 人家的總部都走 都走在美國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 什麼人家騙 台灣人可憐 好 再來就是因為 台灣的國際隊 都一直無情 英雄 所以後面有什麼 達特羅斯 是連去國 跟 Julian 這個TA 就是林子安 這是第二次控美案 還有我們台灣民政 有這些都研究 Planetophy 美國 美國 United of America USA 還有什麼 ROC 改革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被告 啊 現在 被告的ROC 在搜尋原告 這我也不知道怎樣 反正 反正這 美國法律可能會出力 出力了 出力了 嚴重 哪有這個 被告去搜尋原告 亂七八糟 啊 就是他們國贏了 所以 他後來是把他搜尋 對 啊來跟我們台灣民政府參訪 齁 這條我應該都會記 對啊 對啊 所以你看 都把他忘記 再來這個 第一次的 Rajos 你看看 他 他這個 控美 案料 他就在這個 哥倫比亞 因為 那個 大特 Rajos 系的這個 看法人家說 你喔 台灣人你沒有政府 所以我美国給你設一個政府 我美国總統 我這個美國軍事政府 我給你設一個政府 啊 在哪裡設 在哥倫比亞特區 喔 哥倫比亞 就是華盛頓的哥倫比亞特區 喔 給你設立一個TGG 的 INC TGG Foundation 有啊 INC 喔 他給你設一個非營利法 的 預備取代 我前面說過這個問題喔 我稍微 我稍微複習一下喔 那主要是台灣關係法 的第六條 美國再來協會 這是一個依據哥倫比亞特區 法律而成立的一個非營利法 所以你知道嗎 AIT 實際上他的總部 也在哥倫比亞特區 也在華盛頓DC 他也不在台灣 台灣是他一個辦 台灣是一個他的辦事處而已 所以 AIT都說我是一個辦事處 我問他如果是一個辦事處處 他的總部在美國 在美國 你記得 我們看 中華民國也一樣的 他現在在哪裡 他也在華盛頓DC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 我們現在辦的台灣民政府 實際上台灣民政府 他也不在台灣 他的總部一樣在哥倫比亞特區 所以喔 我跟你說喔 我們美國實際上 沒有我們現在台灣所有的政治組織 你包括AIT 台灣機構 或是這個什麼 台北經濟無論代表處 或是台灣民政府 現在實際上都在華盛頓DC 都在美國 所以喔 所以喔 人喔 實際上都說 我們台灣是 美國的國內 為什麼 因為實際上 我們台灣現在所有的 政地的總部都在 美國的華盛頓DC 我就說的 你包括 AIT 台北經濟無論代表處 台灣機構 跟我們這個台灣民政府 現在全部 法律上都在美國 我們的總部都在美國 他並不在哪裡 他並不在台灣 台灣都是他的什麼 分支機構 辦事處 所以 我們台灣實際上是受到美國的保護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總部都在美國 所以實際上我們現在台灣人 在台灣上面 在法律上 現在全部都在美國 全部都在美國 有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的總部 你跟我們管的總部 現在都在美國 華盛頓DC 所以喔 人喔 人喔 為什麼我們台灣 適用 美國的國內法 Rajau C 大特Rajau C 也是用去告美國 用去告美國 用去告美國的法令 什麼原因 因為法律上 我們現在都在美國 你 包括你 到我現在聽 演講的所有的台灣人 我說 你現在法律新聞都在美國 法律上還在美國 但是你的生活在什麼 對 你喔 在我們這個什麼 我們這個服務的磨砂 跟這個朋友 為什麼 喔 所以我說 台灣 實際上都在美國 但是我們的生活 都在服務的磨砂 跟這個PESCATRES 所以喔 你看看 我們美國很聰明 很聰明 他就把我們台灣 實際上所有的名字 都把他刷去美國 法律上都放在美國 啊 台灣說我是一個腳踏 我告訴你一個雷 你看看聽不懂 我 我告訴你一個雷 你就聽不懂 我們說這個什麼 我們說這個 我們說 台塑集團 就好了 你看看 你台塑集團 最大的一間工廠在哪裡 最大的工廠在哪裡 最大的工廠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就要鼓勵 賣料 賣料到幾千塊 那都是 那都是什麼 那都是 台塑的工廠 還有在那 好像 高雄也有 他有 高雄他那邊也有廠 彰化也有廠 桃園的林口也有廠 他主要這四個 他的工廠雖然都在那裡 但是我問他 他的總部在哪裡 他的總部 如果我記得我沒問題 好像在松山機場那裡 那裡有一個台 那裡有一個台塑大樓 我好像敦化北路 好像205號那裡 因為我常常在那裡 我知道在敦化北路 那裡有一個台塑大樓 你看看 他的工廠 全部都在那 雲林 高雄 南口和中華 我問你 他的公司到底在哪裡 是正常在敦化北路 在台北市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問你 你說台塑集團在哪裡 不好意思 在台北市 敦化北路 2105號 我記得2105號 我記得好像在那附近 松山機場 比較南平 敦化北路 實質上 台塑的總部在那裡 所以 賺錢都交到台北 上 有分點的地方都交到什麼 交到分點 分點才有到有分點 分點都賺不錢 台塑每年 交到稅金 我記得好像交三十億而已 但是你說 台北市交到稅金交到多少 一年交五六百億 你就看到 總部在那裡 所以你看 他的 所以 最壞的名字都給你放在台灣 最好的名字都給你放在美國 那一樣 一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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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發如想 就把我們台灣放在美國 但是 把我們的 辛苦怎麼放在 胡亂謀殺跟這個 佩斯卡路是放在台灣 但是 發如想 我們現在都在美國 所以 我們現在台灣 是有美國那些 保護 我等一下說 這些名字 所以 你要記得 我們台灣所有的 政治的總部 都在美國 華盛頓 我說的 有四個單位 現在全部都在美國 第一個 這個AIT 他在華盛頓DC 美國再來學位 這也華盛頓DC 第二個 台灣機構 台灣 台灣機構也一樣 他也在華盛頓DC 就是美國總統的台灣機構 美國總統的總部在哪裡 在華盛頓 所以一樣 這個台灣機構 法律上他也在華盛頓 也在第一次 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說的 什麼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同的他也在華盛頓 更奇怪 我們台灣民眾也在華盛頓 也在哥倫比亞特區 所以 所以 我們台灣所有的 政治組織 所有的法律上 都在美國 所以我們台灣 實際上是受到 美國法律 跟美國憲法的保護 所以我們台灣很安全 他放心 阿強絕對不敢拿來台灣 這樣說明 這是我告訴你 你今天學的第一行就是 台灣所有的政治機構 法律上都在美國 政府都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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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上我們在美國 所以我們同樣受 美國法律的保障 因為這樣 所以你看美國很高的法律 他喔 法律上的所有權 跟你實際上在運作的東西 是分開的 美國就是這樣操縱 所以我們台灣 阿強他拿不去啦 你喔 在台灣政府的政治都不合 為什麼因為我們的 中國都在美國 在華盛頓DC 美國總統的人看到 對阿 除非你去消滅美國 你把華盛頓DC講 我就說 這樣可能我們就消滅掉 阿不然 你說了 你台灣民政府 你要消滅 台灣民政府 你不要消滅 我們現在在美國 中部在美國 你要消滅 所以你如果說台灣 這些都沒有 美國總統可以明天再講 阿這個 明天在台灣 再跟我設一個民政 你就不再消滅阿 因為那是法律的東西 他沒辦法消滅 法律這個名字實際上是保障的 保障改的 你聽到嗎 隨時美國總統可以按照法律 再跟你把台灣民政府 再生出來 所以台灣民政府 你不要消滅 除非你先消滅美國總統 我就沒話說 但是你消滅美國總統也沒效阿 因為他還會再選 另外一個美國總統出來 對不對 所以你不再消滅 除非你把美國用核彈儀品 美國都沒有台灣 台灣民政府才會沒有 那你就去挑戰美國吧 這我也沒辦法 你說台灣民政府會不會再會 為什麼 因為那是美國法律的 美國的法律 現在這是在美國法律成立的 所以你說台灣民政府 你要消滅就消滅 這是沒可能的事情 這是總統你知道 總統所指示成立 繼承上述協會的非政府 就是說 我前面說過這個問題 台灣民政府未來就是要 繼承什麼 繼承美國再來協會的 所以台灣民政府怎麼 他怎麼可能被消滅 不可能阿 這個台灣民政府未來就是要取代AITA 這個AITA就沒了 就會被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把它取代掉 這就是我們前面一張說的一個重點 我們前面都一直在說這個問題 今天我就聚焦在哪裡你知道 就有兩個重點 台灣的所有政治機構 現在都在華盛頓地區 這是我今天要說的一個重點 我一定跟你證明 你能去掛這些所有文件 這都不是我寫的 這都是台灣關係 美國和美國相關的法律 跟我們規定 所以美國都有這條法律去做 美國真的很合身政治和法律 你真的台灣人 你叫做生死 你如果對這條法律都不清楚 人家要一條一條去算 你也不知道台灣現在到底是什麼 人家怎麼幫你務 你都不知道 對阿你看 你看這家都黑箱作業 這家的政治工作他都不知道 法律工作他都不知道 所以 人家說的 表面一套 實際上又一套 這就是都說我們台灣的政治 所以你看 台灣人叫你所知 你現在什麼都不知道 要解決台灣的政治問題 就是要找美國總統和國會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你要找日本天 叫做我們台灣民政委員 你講的日暑美戰 就是要處理台灣最終國際地位 一定要回到日本天王那裡 要回到美國總統跟國會那邊去處理 不然你台灣的國際地位 你英文你就不改 因為這是法律的名字 你就要人家幫手 才有辦法處理台灣的國際地位 最終 我說的是最終 我們現在就是要跟我們正常化 就幫你處理一個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那就是未來台灣政府的信多架 先幫你正常化 正常化 美國總統跟國會 就說你台灣最終的國際地位 要怎麼處理 所以你台灣人很簡單 你接受美國法律 你很後悔 你最終就會台灣最終的國際地位 其實台灣的最終國際地位 美國總統國會 還有日本天王 你都透露過 早就有了 只是說這個法案 這個算是共識 一定有了 但是還沒有下去執行 當然這都有相關的國際地位 跟國際地位 所以你台灣人要收什麼 去收國際地位 收國際地位 你走到後面 你就會台灣的最終國際地位 人家都幫你安排好了 台灣的最終國際地位是這樣 按照國際地位來說 是日主的方法 就是日本天王 最後會給你成立一個台灣國 台灣給你一個國家 這是最終的台灣國 一定給你聽好了 所以你只要照這個 法律的流程繼續做就好 你再來 你台灣就會成為一個台灣國 你如果要成立一個國家也可以 但是你要照法律來 你不用用農的 你用農的 因為我們現在處理時 都用法律去處理的 你要合法 你不用像中國人 你今年政府怎麼唱 那都是非法取得 那叫做非法掌權 有一天都會被換掉 所以我告訴你 中國政府現在都有問題 為什麼他們都非法掌權 用唱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就一個 在台灣一個 他就過來用唱 很快就用唱 非法占領 跟非法在管理 後來後來被美國都被鎖鎖鎖 變成一個什麼流氓組織 西伊 中華台北 台灣機構有的中華民國 你看出來 非法政權最後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也是在非法掌權 例如說 美國的一個中國 政策三個公報 減 減死 讓他雖然是非法 但是也讓他在中國掌權 減死的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個政府實際上 按照法律來看 他也是有問題的 他還是有問題的 當然他們的問題我就不可以說了 你如果好辦法去研究 國政策 你就知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權的問題 一樣 我告訴你 一個 非法搶奪 用唱 這就是 中國人 一個很壞很壞的文化 都要用唱 要用噴 最後他就無論 國不成國 家不成家 你看台灣的政界就是 他過來跟非法搶奪 中國不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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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的法律 受用太壞了 最基本 你不能去那邊唱 不可以非法建立政權 這 就這樣 你都沒有 所以 中國人說 建立的政權 英國就是什麼 非法搶奪 用唱 日本人說是 很壞 但是我覺得 很好 叫做強盜國家 用唱 用噴 說建立的政權 所以那些都變成什麼 非法的政權 規法的就動不久了 因為人民也知道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很壞 你覺得中國人不是都亂的嗎 他也知道這個政府是強盜政府 所以他前面也把他演掉 但是 我來說 中國人的文化 他們只是 強盜跟強盜之 之間的什麼 爭奪 所以他們怎麼建立的政權 都屬於非法 非法政權 都用唱 他們都不會說 我叫國 國政法 上官的法律 來成立一個合法的政府 他們就是壞 他們就是要用唱 就是 毛澤東說的幾個很壞 強盜之出政權 他們不會用唱 中華人也是用唱的 他們兩個都強盜之出政權的人 中華人也強盜之 毛澤東也強盜之 所以 中國人幾個頭部裡面都強盜之 都用強盜之出政權 就是強盜政府 強盜國家 最後就非法 非法掌權 後來就叫人民 後來再演掉 所以 這個 在台灣 中華民國一定盜死人 因為什麼 一開始他就非法 他非法掌權 非法在治理台灣 最後他就會被美國把它換掉 對 按照國這個處理掉 中華民國處理 早晨是說處理掉 一定 一定 什麼 代宅的羔羊 準備叫美國 用法處理 現在如果處理掉 他現在就換阿強了 他也是非法的 你不要說 你不要說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有問題 我對我那樣也有問題 我跟他講 這都美國的問題 我們台灣人 跟我們台灣人這邊處理就好 因為我們台灣的問題很重要 因為我們台灣的政權有問題 我說的非法取得 所以 我跟你說 我奉勸我們台灣民政委的同心 你要去修法 尤其是相關的國際法 你如果不知道的沒關係 你要去看 我那七本論 我有這麼好 那都是國際法裡面最標準的 我跟你說 國際法從哪一邊來的 從聖經來的 所以你要去看聖經 你會知道我們這個 世間裡面最基本的一些問題 所以你要替我一份 你要替我一份 你替我一份 你替我一替我一替我 那是博士般的論文 我跟我說 那是 那是 我跟我說 會成為我們未來的教學 這就是要來治理 我們現在 都有違法的 非法 非法 非法在掌權的一個問題 核心點 要怎麼處理這些問題 那都是照現代的論文 規格下 當然那是一個起頭 後面還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研究 但是我先起一個頭 那個後面還有很多東西要寫 我們以後再來報 最基本的一份就是要建立什麼 你要讓合法取得政權 你讓它合法來治理這個政權 要讓合法治理人民 我都寫在裡面 那是一個台灣人最基本的你要知道 你未來你要運作這個台灣政委說 你要合法 你要合理 你要合法跟合理 要抵立 正說台灣 你不說亂不動做 你知道意思嗎 你說的 你說的說 國民黨人中國民國都走 你現在台灣人你自己換 你怎麼換得好 未必 為什麼 你也非法 你也不合理在治理人民 你就是要 因為換你是非法 換你不合理 你就是要 所以你要換人去教育自己 重新教育 我也是都跟他合 你知道嗎 發言人都跟他合 那個他那個東西 不是我創造出來 不是 那我都是去跟他合最好的 我後面要改變 我用論文的模式 慢慢把它揍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要贏 我們不行 補合無數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都黑白說 名字都價錢 那名字都不行 那不可以去抵立台灣 那後面台灣的 台灣人民也是又去盤 整個都換起來 所以 我們現在也是一樣的 我們要強調什麼 強調真理治國 用真理和屬性 來抵立這個國家 真理和事實 這樣抵立台灣 不然台灣人民 早上一天我都會去盤 你如果沒有用真理 沒有用屬性 來抵立台灣 台灣人民後面也是去盤 所以我是說 你如果要用真理來抵立台灣 你要去討論我 那是基礎 你要去的 那是基礎 那那個都是什麼 國外最好的一些習慣 習慣犯 跟一些最好的文獻 最重要的資料 我把它揍起來 你知道嗎 我花兩年的時間 把它揍起來 因為我們要用了 沒那麼多的時間 再去找 你知道嗎 所以我找兩年的時間 把它收收起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未來的方向 應該長得什麼樣 我先給你一下 那我要說 我建議你要去盤 都開放下宅 那不說版權 你自己去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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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名字 我在那些什麼 那些非常重要的 基本論 裡面那邊有宅點 你自己去下宅 你如果要用自己去用 都服律的 都跟你說服律的 好 再來就是 我們今天說的重點 第一個重點 是說 我們台灣所有的政治 的機構的中心 全部都在美國 全部都在華盛頓DC 這是跟你說的 第一個要害 所以法律上 我們所有台灣人 住在台灣地区上面 所有人法律上 都在美國 你要先記得這點 很要緊 所以我們想美國的法律報 這是我今天要跟你說的第一項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因為 我們講這個已經很深了 一定說到什麼 美國對台灣的法律 還有政策 最核心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台灣所有的法律上 都在美國 因為我們的總部 現在都在美國 我們台灣所有政治的總部 都在美國 你想要記得 因為我今天要讓你了解這個 這個今天要說的最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 好 第二個 我 第一個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我先說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因為我今天要解釋這個 什麼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跟這個什麼 台灣機構 維中華民國 我來講一件事 現在按照 美國總統的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政策來講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這個 什麼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跟聯合國 2758的情況是這樣 它最後變成正牌的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ROC 你看 中華民國 ROC 所以我問你一個問題 真正的中華民國在哪裡 在對方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 ROC 所以我問你一個問題 真正的中華民國在哪裡 在對方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 就是合法的中國政府 那只有一個 那只有一個 那台灣這個 台灣這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合法的中國政府 那只有一個 那台灣這個 台灣這個中華民國 有三在 偽中華民國 假的中華民國 假的中華民國 因為這個都在對方 我們這個如果是一個中國就是假 三在 跟香港 啊實際上 我就跟你說過 他叫做美国总统的台湾机构 他外面都说 我叫做中华民国 叫做台湾机构为中华民国 虽然说这个中华民国 现在是台湾机构 他不是一个国家 也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 但是现在是美国总统 你账 我最后会讲到这一点 以实际上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虽然 拿中华民国的赫兆说出国 但是国际小孩都不承认 原因就在做 你让出国为什么 因为美国总统在保护 所以你还说出国 但是问题 你在国际小孩人家都不承认 很奇怪 他中华民国去联合国碰病 去很多国家都遭受歧视 为什么 或遇到一些问题 如果反追寻 按照一个中国政策 都给你上市 现在都给你上市 都给你上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很奇怪 那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所以说 你现在不管拿中华民国 还是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豪卜的新闻处理 如果出事都给你上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叫做一个中国 所以你会觉得 我拿中华民国的新闻 正在国家犯罪 我怎么会上市 上市 美国还会有心理 原因就是在这里 叫做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世界就只有一个中国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就是美国的政策 你不要问为什么 美国就是这样冠军 这我没在意 你跟我说也没办法 最好就是共和国上市 你如果在国家犯罪 你拿中华民国的政策 最好就给你上市 像中华民国的 因为你就是叫中华民国 中国现在 は中国 拿中華民國身份情緒 中華民國的課程是很危險的 隨時都會被遣返中國 我跟你說真的 這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跟聯合國2758的決定 這是法律 你別在說聲笑好不好 你台灣人就是輕視法律 為什麼 因為中華民國法律不會讓你鑽掉 所以你現在法律都沒有效的 但是我們美國這個選情的國家都是照法律去做事情 所以你就用台灣在討論 你知道嗎 你說法律都沒有效 都人說的 所以你處理是因為美國法律都沒有效 是這個時候你後來就是用美國法律處理掉 美國法律無效 那是中華民國法律無效 那國際社會法律有效的 所以你在台灣當時管理後 你都覺得中華民國法律無效 所以你處理你就因為說 我的國外一些社會法律都沒有效 你就會處理掉 因為你在國外是緩活的 你知道嗎 你就沒有了解這個法律 那有什麼中華民國不要補給你幫你講 假扮 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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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不然allen 都跟你騙說她me 講他是他的國家 結果你如果出雷都拿出來 幹嘛跟你送中綱 если你要出事發跡的時候 都跟你送中綱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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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 美国正式以法律消灭 降格成为中国人民海外流亡组织在美国 Chinese Israel in USA 像他说在华盛顿地区 我都说都跌比高得住 他在主要是在联合国27582绝文 三个公报 一个中国政策 日本向美国 这个想法文书 一般命令地区跟美国的台湾关系 都有去说到这个什么 都有去说到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家庭 这些相关的法律里面都有去说到 都有去说到这个中华民国 跟我们台湾的国家庭 都有去说到 你要照这个法律来找 你就去找到那个中华民国的这种新闻 主要是在这里 联合国的27582绝文 跟美国一个中国政策 这是最要紧跟中华民国非常清楚的 这是有法律哦 这人不想改了 所以说中华民国要在联合国恢复的身份 哪有可能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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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有法律已经担心了 好 再来就是说 我们现在说到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说这个什么 说这个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还是在台湾的中国联合难民 你们最终都要配合 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 谈判什么 谈判要一个中国 就是你们要怎么通认 所以美国现在说的 叫做一个中国政策 好 如果我们现在要说一个台湾政策 一个中国政策 我说了 就是你们 中国人 不管所有 什么 你们的法律 所造成的 一些 造成 还是你肯定 你都要去找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 怎么通认 你知道吗 你们要离开台湾 回去统一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一定认好了 一定认好了 叫做一个中国政策 所以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你们 中国人跟美国 跟中国联合难民 在台湾的问题 你们自己去说 看怎么说 我也不用跟你插 因为这是你们 中国人的家务事 那也不干我们 日本跟台湾的问题 你们就是这样 走过来这样而已 非法 非法在那并中国 我尽快就给你们带着过来 带来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 所以日本 所以日本 日本 台湾 也跟你们中国 无关 所以我们这边 日本 台湾这边 我们跟美国 做的那种处理 你们中国人的 事情 你们就整个 中国处理 一马 过一马 中国事故 归中国 台湾 就归 日本 台湾 美国 我们做的那种处理 那就 不干你们中国人的事情 我跟你说 我们台湾 你们不去管你们中国人的事情 你们中国人也不要管我们台湾人的事情 那叫做一个中国跟一个台湾 独飞 各自协 协商谈判解决 看你要怎么改冠 你自己回去 就是这样 很简单 中国跟中国 现在 美国的参议员也说了 一个中国 一个台湾 独飞 这样是对的 这是对的 这样才可以处理台湾的问题 台湾跟中国的问题 现在要开始分国 这如果一都流下去 就变得像 传什么人的抗议 中国流亡难民会抗议 其他人都没有验台湾人 也没意见说 好啊 我们一个台湾 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台湾人 我们都说好啊 美国也会支持啊 日本也会支持啊 对吧 我们这边台湾人 我们都没意见 一个台湾 我们台湾人都没意见 但是我说 一个台湾就有人有意见 什么人有意见 中国流亡难民 说没啥你 台湾是我们中国的 但是你就拿不出来的政府 因为我们所有的政府 拿出来台湾就水 是本天王 好 这样我们这些法律跟你说 最后要 你们现在中国的问题 你们怎么回去统计的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 人家说一句话 你们是 最后夹一个人 打过来 我们日本台湾 你什么都没走过 你就这样回去吧 就是这样吧 你就看什么回去回去 你不要在台湾 想说 要跟人家找什么 不能走 我说没要让你走走 你就走就对了 你叫什么 静深出乎 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没 你就回去吧 因为你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 你走 你也要什么都没回去 看你怎么去跟亚洲说 你如果要谈判 条件的对象 也不是我们台湾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看跟习近平怎么说 你们可以谈条件啊 你以为我们回去都没住宅 我们要配一宗宅 我们回去都没工作 你习近平要跟我们找工作 我们要有一些社会好 你帮习近平你给我们 这样我们都当你通认 我们没意见 最后你是这样跟他说 谈条件啊 谈对你最有利的条件 回来 这是对你最好的 因为你没路好走啊 美国如果照发的处理 你就真的竞争出乎 你什么都没 你就想到跟他那样 你就走 你最后是跟习近平 跟他朋友摸 看谈什么 对你有利的条件 谈什么 谈我回去要有房子 我要有工作 我要有社会福利 你谈这个会比较实际啊 连战最狡猾 不要摸 我会比较快去谈判 人家最狡猾 干你这些都亂了 那如果我会比较快去谈判 因为我就是担死了 没路好走啊 那只好谈判 为什么 谈对自己最有利的 那如果我 我如果是中国领域 我现在就回去谈判 你跟习近平要这些东西 我跟你说 他绝对会给你的 为什么 你来家 我们这独角厚 我们家去到那么多 那么多过程 对吧 你自己选 我来要选对啊 你让他说 我 比如说 我要平安导 平安导 你娃娃文 我就回去 没问题 习近平 妈咋就娃娃文了 我给他发一个特纪 你就忙 你这都回来 你这本来就野人了 他回来 本来就要跟你照顾了 你知道的意思吗 因为 你们今天还是属于中国人 中国领防难民是日本人 你也属于中国人 所以 你 要知道 你保护对象什么人 你是 你是习近平才能给你保护 所以你 你还快回去找习近平 谈条件 谈什么 谈我回去要有家庭 我要有工作权 我有社会福利 你要谈这个 你才是一个聖的中国 那些人我也要谈这个啊 你们就是不聖 你们就有些傭 就生了一些傭 傭子是哪 世界在空的就能 你还要谈这个 你还要谈这个 台湾都拖了 你变成历史的罪人 我还要说 医药不需要放你 算不算是这样 你如果聖的 你会回去跟习近平谈条件 那些傭人你知道吗 就算是 那些傭人那些傭人那些是傭人的 甘名你知道吗 傭人啦 那我早就有谈条件 谈好 你如果说 回去一天都被我 被我 对吧 透天的 好 我跟你说 我拔那些是弄回去 你也要谈嘛 对不对 一些公共是哪 要谈啊 你又谈你 透天的 对吧 你也要谈一个条件嘛 你又谈一处 透天的出来 那你也会知道啊 那你中国人的 那你中国人的 那你怎么知道啊 对啊 谈判就是这样啊 透天的不错啦 你知道意思吗 你也谈一个 对不对 我回家要住 人时尚也就说 好啦 好 这样我都给你 蓋着 这样你都回来了 那你就谈到了 对吧 你都谈判啊 你又有房子啊 对吧 你都谈好一点啊 如果说我要住好宅啊 他如果要让你好宅 我也没意见 我以为你会更聰明 你知道吗 回去谈判 对不对 谈判一个好的条件 对不对 你又有房子 你又有工作 很简单的 这样你这个政府 要帮我帮忙 譬如说 我现在回去 我要做老师 我好像有 我好像有 硕士班比 这样我硕士班比 是否在学校 都给我们插一个 这块 还是我们做教育 可以 可以 你都谈这个条件 我现在有硕士比 我是不是做 我好像做教育 可以 真的都给你安排 这种共产党来面 是都给你安排 所以你们要回去 找职位 你们只要有学 只要有学术 只要有能力 我跟你说 你也不怕没有位置 好 中国的学校 我跟你说 大学你知道吗 中国的学校 你不知道在台湾是什么 一千金 我跟你说 你诈不诈 看你要去哪里诈 你知道什么 你今次要找 你的政府 也很简单 你怎么有什么困难 你如果说 真的 硕士班比较 比较 比较好 对不对 都没有大学的 教育好做 你准备 你如果台湾比较 高中的比较 不说那么好 这些政会 一些这些 也能给你做 对不对 中国的公务员 是一千两百万 我说实在乎 他没有差你 那五十万人 回去做官员 官员又很快 现在有 讲完学的 一些事 你基本上做不了 不然你回去 你如果说 以前的 你上门也做 你也做一个 村里长 还是说 他什么村里 是我什么 党委书记 对不对 你也都做 那有很多 好 你选的 你也做得了 对不对 所以工作前 没有什么问题 你说福利 那福利 是不是可以 特别好一点 这个也可以谈 比一般的中国人民 再好一点点 可不可以 可以 因为 你们属于荣归 像你都跟市民 说你们当时 就不会 不叫难民 叫荣归故随 对啊 你们说自己变 你们总共有很厚小的 看你们怎么变都好 你知道吗 如果习近平 他们那些 七人小组 如果说好 你们就是荣归 荣归故隶 那人我 我说到学的 我早有去谈好的条件 赶紧回去统一了 打他在台湾 打他在台湾 叫美军打他 他不过死 我就说 你这种 这种 真是感冰 他这也没聰明 他这也没聰明 那人我早就都招孙了 我跟你说 你如果要招孙 旁边有的 你也不会经常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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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些工会 都做得比别人还要紧 对不对 你还会输 你知道哪里是对我最有利的 你还可以去那里就位 你还要招孙 对不对 在那里台湾 跟他在那里 凶肥青 后会的美军 自己处理 你这些事 你这些什么都 那人我都 赢那些 我赢连战 对不对 连战最挑 对不对 还是消贩场 你看人家走得多快 赶紧回去谈判 你知道吗 对啊 赶紧荣归故隶 对不对 你也会输 不要在那里做工的 做炮灰 对不对 做美军的炮灰 对啊 干那我 我拔这么快走啊 我这 较好的条件 对吗 不要这么快走啊 你都可以谈的嘛 所以我跟你说 你等于跟共产党谈 是有好处的 就是你要谈判计较 你要知道 习近平要爱什么 他要剩那些七人小属 要爱什么 很简单啊 我跟你说 人家爱民主 为什么 他爱什么 因为 中国是一个什么 人质社会 人很重视什么民主 你变得民主做给他就很爽了 你知道吗 他就继续在台湾 他继续在中国 那里有什么 呼风 他继续掌权 他如果继续掌权 你就跟他奔 你知道吗 他就是要爱这个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所以你去 你就要让他民主 你什么条件 我跟你说 他都可以谈给你 从左边的口袋放到右边的口袋 他也没死了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那也是一个政治工作 也只是一支闭的工作 你狗的 哦 你自己多好贵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知道 人的谈判技巧 人要爱什么 对吧 这都可以买卖的啊 对吧 在经济上都可以买卖的 这没问题 你当时要整理好 你中国人的难民 你会知道的 你看你要认识什么 宵万场 看连战 看人家走得多快 这些聰明 知道吗 对啊 这些是真正聰明的中国 如果说的 继续留在台湾做炮灰 待会让美军处理 好 再来 你们一个中国 这都完蛋了 这都没问题 更快回去 你知道吗 不要理我们台湾这位水 我看到你们 你们一个中国 还不会走 我给你们试你怎么走 你这种 种既就 逃跑跟谈判的工夫 你都没问题 种既就最厉害的两个 走路 你知道吗 走路比别人还快 对 我军 转战之术 敌人水感不及 这一种好 逃跑第一名 第二名 我觉得他也很厉害 他很厉害 他很厉害 你都知道 他都很厉害 他都知道别人要爱什么 你知道吗 他就都做买买 做买买 他最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 这种感觉 他也不是说 全部都无能 他就是两行 他就是你知道 很软正的 很厉害走的 你知道吗 看伴 跟伴伴不对 跟他赶紧走 你知道吗 这是他聖的所在 第二名 他很厉害 很厉害买买买的 他都知道别人要爱什么 他都拿很多名 你做买买 我会说 他都把你买买 他都不知道 这是我说 他真的是 这方面做买 买办的工作 我会说 在中国人说 无人能出其佣 这主要是什么 他以前 国民党有发展一些外围 组织也有关系 他都做一些失败 他都知道别人要什么名字 所以他失败跟进博 送回他们 他都知道别人要什么 就像这人 你知道 算说 都比较利益老象 所以他都知道别人要什么 在那中间做买买 所以他很方便 很厉害 我们平常说 他也不是说 他也不是说 都没有能力 他就是 他 我说他的能力 都是很好的能力 逃跑第一名 阿吼很厉害买买买 很厉害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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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爹地就是國民黨很會做蠟燒工作,用錢買收,什麼用一些情報去取得一些非法的手段去取得情報 啊,是說哪裡有那樣的,有那樣做賣賣的,你知道嗎? 如果有錢好賺的,什麼都做得出來,這很方便的,它是無人能出奇用 因為什麼糾介就是黑幫出生的,清幫,清幫以前做什麼?做鴉片買賣,人口走私 都照出生的,你知道嗎?最賣最賣的工作都是他做的,你知道嗎? 所以清街祖這些工匯,他這麼賣賣的,因為他在青年路一直看看看看,說是他一世人都在做這些工匯 所以他這些垃圾包特別賣後,我要說真的有出塞 對,真的有出塞,他在賣的都生的,在陳七梅開始,哇,清街祖陳七梅開始繃繞去,整個都生的,整個都生出系統 所以國民黨是什麼黨?情治黨,你知道嗎?特務黨 情治跟特務的單位,全部都在搬這裡最垃圾,但是我要說,他就是一世人有資料 垃圾工作之後,我要說,說的是他做這些棋家的,厲害不厲害 他在做這些最垃圾的工匯,你知道嗎?你知道嗎?你也不用說一無是處 他也是,說的是,他也是一些技能非常厲害 我告訴你,這就是你們國民黨真正的新聞,這就是你們的本能啊 你要展示出來啊,你要當習近平公家啊,你知道嗎?你也要做買半啊 什麼都說不會啊,你知道嗎?你就要賣一個較好的價值 你知道嗎?你要更聰明,所以我教你為什麼賣價值 啊,這就是一個中國啦,這一個中國啊,其實這個美國是很大的 啊,我要說其實,這是美國藝術啦,他就叫你自己去說 你要做什麼連戰跟蕭蕭蕭蕭,那你就聰明 我告訴你,那就是他有掌握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精華,人就聰明 我告訴你,中國人裡面算最聰明的什麼?蕭蕭蕭蕭,和連戰 這裡面算要帶中國的最聰明的,宋主義也不錯 我聽說宋主義現在都在中國,他也都回來了 所以人家最聰明的,人家照料想,你看這都老,這家都老 這家都老仙角耶,你知道嗎?他都知道這個局勢要發展到什麼 比較快,比較快回去報局 這這麼聰明的 好,啊再來你們中國都說了,現在說台灣 台灣的保安會變成怎樣?因為我們來講的 台灣所有的政治機構都在美國 所以是有美國和美國的保安會,因為我們 我們中國都在華盛頓DC,你如果聽不懂這個意思 就像你看看台塑集團 你看看工廠在那幾個館子 好像四、五個館子都有喔 都開得很大,尤其是台塑賣掉的最大 結果你知道他的中部在哪裡?他的中部在台北 敦化北路好像205號 我說這個意思,你聽不懂,他中部是在哪裡? 所以我們台灣的政治相關的政治機構 都把你放在華盛頓DC,所以我們的中部都在華盛頓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台灣人,台灣都在華盛頓 都在華盛頓DC,都在華盛頓DC 都在華盛頓DC 都在華盛頓DC 那華盛頓DC 所以我們這個台灣關係園裡面有兩個 第一個,佔領法 看就是美國總統的鑽領 還有這個美國總統和國會共同的什麼? 托管 共同在托管台灣 所以台灣裡面就卡到兩個法律非常要緊 第二是佔領法 第二是什麼?托管、托管 台灣的托管保護 這個舊金山和平條約 日本國政府給我們討論就是托管款 托管的權利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二比共的 日本放棄台灣托管的權利 但是日本聽完沒有放棄台灣的所有權 日本聽完沒有放棄台灣的所有權 所以變成說台灣現在托管當中 美國總統和國會托管 托管台灣 你如果說扎領是美國總統扎領台灣 所以台灣就卡到兩個法律最主要 就是佔領法 一個是托管法 你要詳細用的對象 我說過 這個托管法和托管法 哪一個會比較大 原則上是 佔領法會比較大 托領 所以原則上 台灣民政府主要是聽美國總統和國會托管的法律 關台灣 那叫做台灣政府的訊托架構 USNG TCG的架構 如果軍事占領一部 軍方的主要是聽美國總統和國防部 美國軍事政府一頓 所以你要問清楚 他如果在關台灣的有兩頓 那些是軍方的 主要是美國總統 國防部跟美國政府一頓 甚至CIA 一頓都屬於軍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卡到什麼 這個什麼 這個美國總統他的什麼 國務院 國務院的領域 跟美國國會這領域 那屬於什麼 托管的領域 托管的部分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府主要要做的 台灣民政府主要是做托管的部分 但是我們也要聽什麼 我們也要聽軍事占領域 所以我跟你說 所以我們台灣醫藥跟我們接的問題都不錯 軍事占領域到托管的部分 你先這樣就好 這醫藥美國軍事占領域 他會跟我們一樣 你就知道有這兩項就是 占領域到托管 他有一些優先的順序 那都是按照法律規定的 未來他跟我們在執政的時候 他自然會教我們 這支支援你就了解 你現在先醜醜了解 台灣的國際領域就是有一個領域的部分 美國總統在領域 如果托管就是美國總統和國會去托管 這樣就好了 未來他們進來之後 他們還會再教我們 詳細情形他會跟我們講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日本天皇信託台灣與美國總統 這就是因為天皇戰敗 把台灣的托管管理交給美國總統 這在舊金山合併條件裡面也有什麼 舊金山合併條件也有什麼 舊金山合併條件也有什麼 再來就是 因為在1979年實施台灣關係 之後台灣實際上在發頭的是AIT 實際上他在 他在什麼 他在頒布美國總統的命令 對台灣一些政策上的範圍跟命令的範圍 所以都是透過AIT 傳達美國總統的軍事占領的命令 就是這個AIT 這個AIT 他會被取代成為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EVSNG TCG 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以後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就是台灣高級關聯 那前面就說台灣高級關聯 什麼就是台灣民政府 好 這樣你就有一個問題 既然有一個台灣關聯跟台灣高級關聯 那是不是有一個比較低階的關聯 對沒有錯 就是我們現在 美國總統的台灣機構 為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民國 未來就會從台灣裡面把它棄 都把它堵堵掉 他自然就把它除掉 就會變成美國總統的台灣機構 這就是台灣政府的信呼 我們這個台灣政府就是頭 未來會加國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做頭 我們的台灣政府 政府在哪裡 台灣機構 就是蔡英文加未來都是台灣機構 我們的社群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的社群 就是蔡英文他們 我們未來就是要來取代這個AIT 台灣民政府會取代AIT 我們是我們的丁氏、蔡英文是我們的效應 原則上就是這樣 那中華民國就不意了 那中華民國如果不意之後 他變成什麼產生一個問題 說 欸 這樣我們台灣人 都要做台灣人都會同意 你知道嗎 台灣百分之九十幾千萬人 都會同意說 我就是台灣人 對阿 我就台灣我叫台灣 我敢又叫這個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拿起來 台灣人都同意 什麼人不同意 中國人民不同意 不同意你會抗議對不對 你不要抗議啦 你回去跟習近平說得更快 說好的條件 就趕快走 這樣你的新聞的麻煩 那也得到你要挨 你知道嗎 因為你未來就是要走 這有法律來說 中國流亡難民在台灣就是要走 因為你是 你是非法進來 台灣是 集結就把你引渡去 那沒有反應去的 那就是非法 非法的流亡難民 在我們日本台灣 那就是要 美軍跟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困擾 尤其我說一個是會 你趕快回去跟習近平說 你知道嗎 你和連戰 蕭萬場 宋芙怡 那些老先鋼 他們都知道 趕快會知道 這我來說 都八十歲的老人 經驗都很清楚 都知道未來 要怎麼 安排自己的出路 跟他的害羞 怎麼出路 趕快回去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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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說 你如果我們說 我要大大豪宅 那也 你的材料 那也你的談判技巧 我也跟你照顧 你知道嗎 那你的談判技巧 你跟習近平說的 他如果說 你回去都配豪宅 我也不意見 我也不用跟你購 這就是你的好利 你要談工作 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 原則上講實話 中國聯網難民 普遍上都受到良好教育 你的教育水平也很高 原則上都比台灣人更高 你們台灣人更高 你們台灣人更高 至少都專科以上比 所以你回去找頭 那也不是什麼 太大的問題 所以要回去 習近平安排什麼頭 那也不是什麼問題 對啊 那也沒什麼大問題 你說要找 找一些管理職 那都沒有什麼問題 中國看 你如果管理了 對吧 對吧 所以工作前 也沒有問題 你說福利 福利的話 福利的話 那習近平也可以嫁啊 你說你叫做榮歸故里 對吧 反正看你要怎麼變 你跟他講 你們就談一個比較好的條件 看要怎麼安排是嫁啊 你們中國人很好笑 很沒有 很沒有變故事 你們都說又變嘛 看要怎麼變啊 對啊 你就變一變 說一個好聽的名義 習近平如果爽 你們中國 你看我們也爽 對吧 那兩個都爽的時候 你就當一統一 談出一個好的條件 習近平也繼續漲錢 對吧 這樣是不是可以買賣 這種事情是可以買賣的呢 你知道嗎 這樣我來說就會 減少我們 雙邊的困擋 因為我們 如果有法律幫你處理 壞看 你也進去到什麼好處 壞看 你知道意思嗎 第一 壞看 是你們壞看 我們同學一定會處理的 我們麻煩 所以是你們壞看 我們麻煩 我們麻煩 你也不要壞看 你就回去跟他講 你如果說好的條件 你都走 你知道意思嗎 那也你的能力啊 對啊 你如果說走回去 談好的條件 回去 之後 這些人做賣賣 這樣我們香港的問題 都解決了 我們台灣這邊的問題 也解決了 你們中國人民的問題 你也解決了 你也回去統一 這也是 我認為美國也這樣處理 這樣是比較好的 因為我知道 你們中國人要什麼事 你們中國人就要利益 我對你們太清楚 我說你們的地方都不太清楚 我知道你們的生活 那些水都說得很好聽 實際上就是兩隻利益 政治利益 你在台灣的利益是沒有的 因為像這樣這樣本來 像日本臣民 可以去台灣政府 你這次還來都沒有了 你就是當時利益說的 你賺 我告訴你 賺現在 家事還要回來 你要出去 你不要等 過人在簽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現在不好的家事 你就死了 我告訴你 你就不要說 你到時候 你拍一看我也麻煩 你回到你 你又沒有力 你就死了 你要洗到地坑 你要給你的 什麼 你要給你的 主事的 我告訴你 這個人在那裡 高招 高招樓 這人軟著 這人做 垃圾康夥 做 買辦去 公民 是世界一流的 我平常說 他在這方面 真的是一流的 什麼 美人計 用什麼 金錢 算你買 算你買 用一些 情字系統 尋漸 他有才能買 就買 如果沒有才能買 這個人要幫你 暗殺掉 反正我告訴你 這方面他很好 他這個 垃圾康夥 做得有 對 實際上最厲害的就是 他 他就在這方面 兩奈好 所以你要學他 最不說 他 取得你 加油的利益 平衡 沒辦法經燥 減輕我們 台灣人 要麻煩 你也得到 你應該得到的 你也不賺錢 我們不麻煩 你知道嗎 對啊 你知道嗎 這樣是不是最好 所以 美國為什麼下一個中國政策 他也說 他絕對不會施壓 叫你中國人民跟習近平去談判 這就是一個 我要說 這就是他留下來的一個 什麼 一個算是可以談判的空間 你知道嗎 所以 你回去可以談到很好的條件 我說 你如果真的回去 你在台灣現在說 你還要去談判 你還要去談判 你要去談判 你回去 還要去談浩宅 還要去談判 對吧 還有一個社會福利保障 難道你還會再比台灣差嗎 我就想都沒有 那個人 我半天就走過 我真的有好的條件 我也當你通信 我還要去談判 他還要去 我老的家 他還要去美国清官跟他走 他還要去 那如果我還要回來了 他還要去談判 所以你要去談判 我還要去談判 我還要去談判 我覺得這件就要去談判 他就要去談判 他就要去 大禍將領 快要去 走 第二個 他就談判一個好的條件出來 就快要去走 快要去台灣 快要去台灣 所以你看看 美軍開一個好的條件來 快要去走 你知道嗎 快要去日本找土地 你知道嗎 在台北賓館簽一下 那個什麼 台北條約 那些人很聰明 人家都知道這個 知道比較快要去談判 用一些外國的辦法 你知道嗎 都在黑龍西島 你看整個都在做買辦 這都是他的工作 我覺得他很沒工作 最好 他沒有很少人 但是他逃跑 你知道嗎 還有做中間買辦的工作 真的我說明明 世界醫療 你看他走都走最正的 做這個很垃圾的工作 買辦醫療 他就只有這兩個有材料而已 啊 現在真的要叫他做正經的事情 真的有了 這樣就是未來 未來 我們台灣老大要怎麼處理 大概是怎麼處理 啊我感覺現在最難處理 就是你們中國流亂難民的問題 啊我中國流亂難民 我一定跟你想好了 你就回去跟市民講 說比較好的條件 啊今早 啊不要老要讓美國親完 做成我們台灣人的困獎 啊 啊 也做成美國的麻煩 啊全都已經走 走過去 越早越好 好啊 啊再來就是說 對 再來就是說結論 我也是要說說結論 因為 我們喔 剛才說的這些都是次要的 其實他不是在台灣旅行 主要部分 他是次要部分 但是我已經跟你說了 次要部分我今天要說什麼 我都說了 我主要部分 我也跟你執行一下 喔 他主要部分在哪裡 台灣民政府官員 是台灣高級官員 他的Level OV 是台灣 所以我跟你說齁 你這個 中國留完難民 你要做這一點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他現在都給他 放在台灣民政務 第一 你如果要做一些 比較高級的政務官員 沒有機會 就是只有在台灣民政務有機會 你未來 即便你留在台灣 有很多東西 你也是做低階的官員 所以我不是說 你快走啦 留在台灣 對你們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利益了啦 而且台灣從下官條 以後 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王 所以後 美國的華盛頓海軍條約 1922年 也承認大日本帝國天王擁有台灣 1945年4月1日 大日本帝國憲法在台灣輸出 台灣原住民國體 屬於大日本帝國成名 並持續接受日本國政府的托返 所以台灣一開始就托返 所以台灣一開始就托返 在那個什麼 1895年開 就開始日本拿到台灣 之後台灣開始托返 托返到台灣的國際條件不托返 最終的國際地位還不怕 現在台灣仍然在托返 現在什麼人在托返 美國總統跟國會在托返 1945年9月2日 這是美軍代表蔣介石代表 美國總統杜魯門 佔領大日本帝國台灣 台灣法律上受美國軍事佔領 並受蔣介石托返 按照軍事佔領法 佔領地要有合法的政府 如果未來需要移轉治理權 則需要成立當地合法的人民政府 以及台灣民政府 台灣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王的所有權 台灣地區的合法代表 應該具備大日本帝國成名的國籍 所以我跟你說 你這個中國聯合難民 你現在就是不具備大日本帝國成名的國籍 所以你不可以當台灣的高級官員 所以你以後你補不到 所以我現在說 你留在台灣你是補不到的 所以你要是趕快回家 你一定補不到的 因為這 這種事情按照法 按照法律台 法律規定就是這樣 好像說 我們最近在網路上 沒有挑一個笑話 我跟你說 會投胎 比會投資重要 會投胎 因為我們生日是日本成名 所以我們會投胎 我們要投胎 會投胎 比會投資重要 你如果生日郭台銘人家的家 你就好問 那叫做會投胎 所以你說你落後投資 你還不是會投胎 為什麼 我們一投胎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一投胎 就是日本成名 這沒辦法 這法律上的事實 你否認也沒有用 你中國聯合難民 你就是不具備日本成名的國籍 所以你未來一定沒有台灣高級官的工作 因為這是法律規定的 法律規定的 所以我跟你說 會投胎比會投資重要 你如果 倒胎做中國人 你平衡摸的 就要比較人文 你就是中國人 你就回到習近平說 你知道嗎 你的未來是 習近平拿去決定的 我們台灣人的未來是 現在是美國總統 你幫我們做決定的 跟美國國會 未來是 日本提案給我們決定的 你知道嗎 這就是會投胎 這就無法投胎生 我們就平衡摸的 你知道嗎 就認了吧 沒有辦法 對吧 我們生來的日本成名 這也不是我們萬年 我們生來本來就是 我們按照法律規定 我們有日本成名 所以我們就是台灣未來的高級觀念 這也無法 這就是命 這法論 法論就是這樣規定的 你們生來就是 中國聯合難民 就是中國人 你們未來 你們的台語 你們的 你們未來要做什麼工作 你們也是 習近平你幫你們決定的 你也要回去找習近平 對吧 那叫做一個中國 對吧 你要回去談好的條件 這就是什麼 會投胎 比會投資重要 所以你不是老大主 你要投胎 你生做什麼 你就要做 做那些國家的人 好好去做 你知道嗎 好好去做 那些國家的人民 要這樣好好做人 你好好做人 你可以塗抹 你最大的利益 沒有關係 你的合法權利 你要盡處你的管理 會殺你 對吧 你要合法 你要想盡你的辦法去爭 去爭取 要用合法的手段去盡處 對吧 這是全世界都鼓勵 好啊 你要你的管理可以 你自己合法去爭取 啊 我們就是台灣 我們就是 人家說的 會投胎 我們就做 日本的台灣人 這沒辦法 這就是法律的規定 我沒有 我告訴你 我一次是 我們秘書長跟我說 我日本人 我說是我投票 這樣 我做日本人 我做台灣人 會殺你 我做日本人 一直覺得怪怪 我想就說什麼 南京大就有什麼 我就想說 啊對 中國人的話不聽 我就想 啊對 不知道 應該是假的 我就算起來說 這樣做日本人 好 我就沒辦法 但是 我看法律本家 真的就是日本人 啊 你如果沒辦法 你就沒辦法 你就沒辦法 你就隨便啊 啊 你就會投胎啊 你就是 你就是 你投胎在那裡 不然你要怎麼樣 我要生那堆 不是我管固定的 啊 你要生做中國人 也不是你管固定的 因為你生下來就是他 那你就認吧 啊 我生的時候 日本的台灣人 我也沒辦法啊 對啊 啊我也要認 我還要怎麼樣 啊 這樣就 一人一雞胎 你知道嗎 啊就 井水不犯河水 你如果自己做中國人 就去做中國人 啊 我們這個 這個 台灣人 就要自己去做日本人 就要去做日本人 啊 啊我們在 我們跟日本自己來談判 這也是我們 日本跟美國台灣的事情 這也不跟你們中國的事情 你們中國人的事情 我也不可以跟你說 因為 我們沒有任何的理由去找 你說像我是一個 日本的台灣人 啊 我是不用說 不用去跟習近平說你們的條件 那也不對啊 那也是要你們中國人自己去說啊 你知道嗎 啊 我們 你放心 我們 台灣人 我們自己去跟 美國總統跟 日本共和我們的管理 這也是我們 這也要 這也不用你來跟我們談 這是我們的事情 啊 你就去跟習近平好好談 談你回去的條件 這才是 聰明的中國人 你知道嗎 這才是聰明的 這是喔 很要緊的 所以我跟你說喔 你如果要做台灣的高級關聯 你一定要具備大日本帝國成名的國籍 這是第一個要件 第二個是甚麼 你要參加台灣民政 你不是說有成名 你也不參加 你也不參加台灣民政府 這樣你也不可以做台灣高級關聯 所以你要很簡單這樣 你要兩個條件 你第一還是我們日本成名 第二個就是說 你有加入台灣民政 這樣你未來才能做台灣的高級關聯 這就是兩個要件 對啊 自願意願合法 所以台灣民政 就是未來台灣唯一合法的政府 就是這樣 很簡單這樣 現在在外面選團 你都不知道 人家我就看得有 你知道嗎 我就會投胎 你知道嗎 會投胎比會投資重要 你知道嗎 我就看 這就對了 我就好運 我生的就是日本人 日本的台灣人 我就好運 所以我會投胎 我看到台灣民政 有回到 那我就說 這整個日子沒在 就對了 就對了 沒有不對 我就進去 因為我第一個覺得 應該是對 那對 台灣是日本 是美國在哪 對 我知道了 我按照一般的現象看 我就看到有了 很多現象都知道 台灣是美國在哪 但是那時候 我不知道我是日本人 我只聽到 不知道 啊 後來美國才知道 台灣是日本聽到 嗯 如果我看我的文章 我也接受了 為什麼他們那也屬性 在下官條約 我彼此中聽我看 我說下官條約 有看到 大日本帝國天皇 有沒有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齁 與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兩個簽約 跟台灣交到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這都屬性 啊 我看到那個也是他們 因為屬性 對啊 台灣屬於日本聽到 那就沒有錯了 啊 再來 日本聽到也沒有把台灣再交了 再交給誰 沒有 都交到日本聽到的 所以台灣的所有錢 都在日本聽到的啊 都沒有意見啦 但是後來他說 說 我是日本人 我就打他在那裡抓 抓一抓 我想想說南京大圖 他好像南京大圖 好像不是 南京大圖 像是中國人在跟他騙 對 我知道他在跟他騙 算了 我也認了 啊 這是會投胎啊 你就是要承認事實啊 承認法律啊 啊 你就賣就沒辦法啊 啊 因為生來就是了嘛 啊生來就是了 人吧 你就生在這塊錢 你就沒辦法 你跟什麼人都願意 說我是 欸 我也說很貪心的 看我生在旁邊的 好嗎 對不對 比較不用在那裡做 對不對 做到要死都賺沒有 對不對 對啊 我就跟他做 都賺沒有 你知道嗎 就跟他做 現在台灣人 年輕人很高興 就跟他做 啊現在都賺沒有 對 奇怪錢 我們都走一堆 我看很多朋友 都 剛才 六點半就出門了 要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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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安排八九點 怎麼回家 還算早了 有時候 加班我看同學回來 都有時候 十 十點半的 十一點的 你看都補到多少 一天都做十二點半的 那就是不好 那做到要死的 所以 我們 我們說一下 有時候 真的會投胎 比會投資重要 這幾個幫助 我覺得 太高了 你生來就是那個嫁口 那你就認了吧 對啊 我也沒辦法 我也是 經過選擇 我都沒辦法 我也是認了 這是事實 對啊 這是事實 啊 我們未來就可以當 台灣高級官 這是我們最好的選擇 不然我們要緊張 我也存在好鏡而已 每一個人都由他人生選擇的權利 啊 他如果要緊張 他趕緊 他看得到最好的 啊 我趕緊看得到 對我們台灣人最好的 我們就是 要嚇台灣民眾去調路 我沒有那麼好的了 我如果有辦法 你告訴我 就沒有了 最好的就像 日子沒辦法 這條路好走 啊不然還有什麼 啊因為 台灣和美国在接而已 啊 台灣也是日本體能的 啊這也都整個 事實黨定調好 法律上都定調的 你 你也沒有辦法啊 哦 啊就沒有辦法 你就存台灣民眾這條路好走 啊不然你要怎麼辦 最好的選擇 我看合法 又最好的選擇 都存台灣民眾有 啊不然還有什麼 沒有了呢 沒有了呢 啊我們家裡幾天做做到買市 我們很多同學做十二點鐘 欸我告訴你 真的都賺不到 做到買市 一國的加班四萬幾個 對 所以廢用它靠靠的後 一國就存不到一萬塊 一國就存不到一萬塊 這都賺到賺 那不是什麼 有的靠靠的 水金又靠的 所以存到一萬塊 一萬塊 還要叫他買房 好啊 啊房現在台北市 我怕死人啊 芯菜有 一千兩百萬幾條的 啊你還說 你還說 外觀市就好啊 芯菜都八百萬 差不多七八百萬去找 你是要怎麼買的 你叫他一國會存 一萬塊 要怎麼買好 就像他媽媽 他媽媽一國會存三萬 你要怎麼叫他買 你如果 都不用吃 都不用你 也要賺三十年 你要怎麼叫他買 所以現在你看 章子也不敢生 啊 現在 現在 阿媽媽叫他們章子也不敢生 做到買市 他賺不 生活的品質又壞,未來又沒有意願,這就是台灣青年的狀況, 他就賺不到,為什麼? 農家的中國聯合難民罷到的, 他就是台灣站著毛坑不拉屎,他也不做什麼工作, 他就像蹲擠,準備要走這樣,我又說要更聰明, 要更緊張,談好的條件,更緊張,不要造成我們台灣人的困惑, 他會混,你們都沒有一個人,我告訴你,這些事情是兵費, 我告訴你,你們不得好死,台灣人把你扶出來, 你現在,你實證明那邊,如果不說好,你就死了, 美軍現在又有法律處理,你什麼方法,你就有見面, 你如果要走得了融,我告訴你,美軍絕對新傳, 因為你一定會走得了融,我告訴你,有的人聰明還是說, 你如果說像我,我最聰明,我看過這個局勢怎麼走, 就要這樣做,你知道嗎?因為有一個人說我的名字, 在那個人說的租款,最頂的租款在割定所有人的名字, 那真正有一個無形中的名字, 好像說我要生在日本台灣,我要做日本產品, 這也不是我願意的,我生的就是, 這就是最頂的租款,要讓你生在哪裡, 這不是你能夠決定的,我如果說我能夠決定, 我要做王英勤的孫也不錯,對不對? 那就是主管啊,要給你生在哪裡, 那是,那是上帝給你點的,信給你點的, 那也不是說你要生在哪裡就生在哪裡了,對不對? 那如果做郭台銘的孫也不錯,我聽說郭台銘就能夠生在哪裡, 那也不錯耶,你知道嗎? 那就是,你不用管這種事情啊, 那這就是租款,你知道嗎? 所以,租款裡面的含有很多東西是, 人家說的,掛,掛線性的, 因為你生在哪裡就是這樣啊, 那叫做租款, 那叫做租款, 租款就代表什麼? 他有一保恩,因為, 因為法律上的名字都很好解釋, 但是有一保恩,租款裡面, 真的是很多人,他沒有挖掘, 他沒有挖掘, 比較難解釋, 就是比較無形的保恩, 你是生那些國家的啦, 你就是那些國家的啦, 那就是租款, 那就是租款, 那就是上帝跟你議定,你生在這裡, 所以你變成那些國家的啦, 那就是三問題, 所以租款裡面有一保恩, 很難說的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叫做上帝的不可預知性, 你知道嗎? 人家說的天威難測, 你知道嗎? 上帝的心意,你知道嗎? 天威難測, 這是租款裡面, 最奧秘的一個地方, 你派到上帝的地方去想一下, 那叫做主款, 所以天威難測, 你聽到嗎? 你不知道想你想一下, 那就是他的主款, 所以他的主權裡面有什麼? 不可預知性, 你不然去聊想, 不可預知, 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你看不到的, 就是因為他是無形的, 主權這個東西是無形的, 你看不到的, 你知道嗎? 他是無形的, 所以什麼? 甚至不可預測以外, 你也不可以看得見, 你也看不到的, 這屬於無形界的, 這也屬於主權的一部分, 你看不到的, 因為你忘了, 這種東西不是物質, 它屬於什麼? 思想, 意志, 情感, 這也是主權的一部分, 這也是主權, 這也是主權, 就是我們一人的認同感, 這就是主權的一部分, 像說我人道上帝, 這也是主權的一部分, 這本身就是主權, 這就是看不到的感情, 上帝對你個人的感情, 你對上帝感情, 這就是主權, 這是無形界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天威難測, 不可預測性, 這就是主權裡面真的是, 美國總統, 你說的科技還要進步, 他也沒辦法料想到很多東西, 美國那些國家, 科技還要進步, 天威難測, 這就是主權裡面最高, 最高裡面最難去料想到的地方, 很多人都想要知道這個, 不可預測性, 上帝的不可預測性, 神的不可預測性, 一定沒辦法掌握, 任何人都沒有, 你科技看進步, 你也沒辦法掌握這一關, 這就是神的主權, 第二個就是說, 道是可以影響你的認同感, 你的情感, 你那個對神的反應, 你對神的看法, 你對神的情報, 這個道也可以操控, 這個屬於無形的, 但是屬於你人的部分, 這個還可以操控, 這個還可以掌握, 他這部分是可以控制的部分, 可以控制, 所以主權有一部分, 是分類的一部分是不行的, 第一個天威難測, 那就是你無法的分類, 還有啦, 什麼叫天威難測, 那就是有的人一個天宅, 比有概念那種天宅, 那也不是人家要生一生出來, 那就是不可預測性啊, 那個人出現, 出現在那個空間的時候, 他是天宅, 你看, 你看那些名字我都看不見, 你知道嗎, 就是人家想不出來, 比有概念想不出來, 十五歲就怪, 你知道嗎, 十五歲就怪, 那房間裡面, 你熄了電腦, 你不知道熄了什麼東西, 那什麼人知道, 那叫不可預測性, 你知道嗎, 那叫做天宅, 那就是上帝的主權, 那也是叫不可預測性, 你看, 不可預測性的這個名字, 我說這就是主權裡面, 最難掌握的, 所以你看, 說主權這個名字, 很好的, 我們林剛才來講這個名字, 我靠一個刻意來講這個, 不可預測性, 主權的部分, 什麼是三個問題, 這些名字, 你不要討論, 這就是西方的神, 他們的神選在討論的核心, 他們在討論這一塊, 上帝有什麼性質, 上帝的諸款有什麼性質, 尤其一般探討到這些, 最難外講, 最核心的那些, 上帝的不可預測性, 叫做天為難測, 不可預測性, 你會想, 奇怪, 怎麼說在那個時代, 生那個人出來, 生的比喲蓋子, 那在那兩千年, 在兩千年以前, 把亞洲生出來, 把新的狗生出來, 那天為難測, 你也想不到, 對啊, 你知道嗎, 對啊, 雖然說他有預表, 但是你也不知道有那個人, 他那個時空點要出來, 這就是什麼, 上帝的主權, 所以你說的主權就是這個, 波音改, 這就是主權, 所以, 你如果說到, 說到說, 會投胎, 比會投資重要, 這句話就含有什麼, 含有主權, 三分, 含有什麼, 上帝的天為難測, 不可預測性, 這塊任何人還沒有去, 沒有辦法算得到, 你包括美國那些國家, 他的科, 他的科學在怎麼發達, 他的演算技術在什麼, 這個地方他還是算不出來, 他也算不出來, 你相信我, 他也算不出來, 這就是上帝的主權, 他的不可預測性, 算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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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含, 我們如果做什麼國家的人, 就比較認分了, 這也是上帝的意思, 會投胎, 比會投資重要, 這很要緊, 我們選擇的就是, 未來的台灣高級關聯, 如果今天台灣民政務就是, 未來的台灣高級關聯, 這就是會投胎, 比會投資重要, 我們選擇就是, 我們選擇就是, 那個主權, 剛才好運, 剛才好運, 這也是上帝的主權, 你知道嗎, 剛才去台灣民政務, 很好運啊, 剛才成為台灣高級關聯, 就是這樣啊, 這就是上帝的主權, 沒名字, 我說實在為, 這個東西還蠻神奇的耶, 所以你, 大家要認識, 什麼叫做主權, 這就是, 一句話啦, 天威難測, 所以你看, 我們台灣人很愛選名, 他為什麼, 他就要選這塊, 什麼紫威斗數啊, 北瓜啊, 什麼軟七八糟, 一堆人都在選啦, 很愛選名, 什麼原因, 他就要選, 最大的主權這塊, 到底我又來會怎樣, 我告訴你, 這連美國那些國家就算不上了, 你不要說我們台灣這些, 一些旋轉道路在歐巴上算不上, 不可能的, 那不能算出來, 那算得出來, 那算得出來, 那我就說, 上帝都換你做了, 對吧, 你便做神啊, 我告訴你, 你就是神啊, 對吧, 因為這種工作是神的工作, 就是他的天威難測, 沒辦法去計算, 算不上了, 所以你看, 我也是很尊重神的, 那些什麼, 那些人跟你碰一筆的時候, 你的名字就不一樣了耶, 真的, 我不會跟你騙耶, 那就是, 上帝主權, 所以, 你要求上帝主權幫你保護, 你知道嗎, 就是人家說的, 主導文說的話, 主導文, 你看信心, 主導文在這裡說的話, 不要讓我, 遇見什麼, 試探,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說, 不要讓我堵到試探, 我沒有一個人喝試的試探, 你知道嗎, 這是上帝主權, 這是保護真的, 所以, 你為什麼要討信心的管理就在這裡, 你要去, 了解這些名字, 這就是保護, 啊, 剛才說, 你如果了解這些名字, 你就不會去算名字, 你就不會怪你亂選, 你就知道說, 啊, 這家是什麼名字, 啊, 這有, 這有些事情, 最重要的, 比如說, 什麼事情, 比如說, 你說的, 你的父母是什麼, 這就是租款, 你沒有一個人選定, 你的國籍, 你生了什麼人, 你沒有一個人決定, 因為你生了, 你就是啊, 你怎麼決定, 這就是租款, 國籍本身就是主權的一部分, 我說實在的, 也是租款的一部分, 三個問題, 責任義務的問題, 相對的義務, 這就是租款, 不可預測性, 我如果知道這個孩子要生的問題, 在我們家, 生我這個國家, 他生了就是啊, 你要怎樣, 這就是相對的租款, 不可預測性, 這就是租款, 所以, 國籍本身就屬於主權的一部分, 這個沒辦法改, 生了就是啊, 還有一點你的婚姻, 自由意願下的婚姻, 自由意願, 你要跟什麼人生意啊, 你知道嗎? 我說實在的, 我覺得林志玲也不錯咧, 你知道嗎? 但是你不是說, 你, 你不是說你看看的人, 就介你咧, 這就是租款啊, 你知道嗎? 所以, 紅阿母也知道嗎? 自由意願下, 他也帶有什麼, 主權的成分, 什麼人跟什麼人要生意, 要嫁紅阿母, 那叫天作之惡, 那也是租款的部分, 為了他的下一代, 所以,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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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紅阿母, 紅阿母, 什麼人要跟什麼人生意, 要結婚, 這本身就是主權, 還有, 你要生什麼兒子, 這也是租款, 生出來聰明的話, 說的, 我也不知道, 這也是租款, 工阿母的, 工阿母是都條, 但是生了, 生了聰明到說, 現在的口氣都調不出來, 這也是上天租款的一部分, 天威難測, 所以紅阿母, 你看看, 跟生你的兒子, 這也是都屬於什麼, 你不可預測的部分, 所以你看看, 我們有很多事情, 是不可預測的, 都是上天的心, 你把你割定的, 所以, 你就要去了解, 我們有很多事情, 不是我們想的那樣子, 是我們料想不到的, 這就是什麼三個問題, 主權的部分, 主權的部分, 最核心我們想要了解, 是說, 到底, 上天的意思是誰, 你知道嗎, 上天的意思是誰, 還有一部分, 天威難測, 你就想不到, 上天到底是誰, 就想不到, 所以就沒辦法, 所以你看, 人跟神之間, 他永遠還有一個隔閡, 他也是告訴你, 但是所有人都要做事, 都想要做事, 但是沒辦法, 你要知道, 人跟神之間, 他有一個界線, 他真的跟你橫開, 是兩個不同層次的東西, 但是你要知道, 你生了一個人, 你要知道有這麼多, 你要知道有一點, 但是是屬於新的部分, 屬於主權, 屬於看部的部分, 你要可以分辨, 只要我告訴你, 這個國籍的部分, 那都屬於主權, 我生來是日本台灣人, 我不在那邊, 你生來是在台灣的中國聯合難民, 你也不在那邊, 你也不在那邊, 你知道嗎, 認了, 然後尋找一個什麼, 對我最有利的地方, 為了你自己, 為了你的下一代, 這就是你的主管, 所以你要盡處啊,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我的總共事件是, 我要盡處最好的待遇, 那是所有人的管理, 美國的憲法內容也說, 所有的人都有爭取他幸福的權利, 人要怎樣, 是追求幸福的權利, 所以代表你要去追尋, 你要去追求, 你要去用, 你算你不是在那邊亂等就好了, 追求幸福, 你要去看美國憲法的前年, 那個獨立千年的前年, 他就說, 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你要去看, 追求幸福,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雖然生就是這樣, 但是你有在看你追求你的幸福, 我覺得他獨立千年就好, 你真的每一個人都要為他的, 真心做無情, 你有去追求, 你有去努力去做這件事嗎, 你有沒有去尋找他, 像說你看, 我要找生, 我就找他, 只是你有沒有去追, 你有去求, 你有去了解嗎, 像我台灣的國際社會, 你有想要了解嗎, 你有想要了解嗎, 你如果想要了解, 上帝就幫你, 幫著你去了解, 這就是上帝主權, 因為你有求, 你有求, 你有追尋, 然後你努力, 想盡辦法, 你就會得到, 像我特博, 特博士, 特博士, 我也有去追尋耶, 我不是沒有耶, 我也掌握機會耶, 你知道嗎, 我也拿到機會, 我就想辦法, 想錢一桌的辦法, 我就想辦法, 我要拿到, 後, 我才沒辦法過, 我也是有, 遇見, 試探跟考驗萬平, 但是我知道, 我的情緒, 我的貴冠, 你知道嗎, 我參加台灣民政務, 那也是, 那也是, 我追求我未來的幸福, 我也追求台灣民政務, 我也追求, 這也是我的管理啊, 所以, 志願議員的合法就是這樣, 你有追求幸福的事情, 你要去追, 你要去追尋, 我跟你說, 這個民間是, 我跟你說, 一個人會成功的原因耶, 你要追求幸福的權利耶, 那獨立選擇, 你需要追尋, 你要去救, 你知道嗎, 你要努力去追, 想辦法去追尋, 到底要怎麼完成這件事, 這就是每一個人的管理, 這就是相對給你的, 在他的主管其他, 你個人的管理, 你有沒有去追求幸福, 追求你要愛, 在相對, 這也是主管耶, 追求幸福的權利, 那不是每個人都有那個權利的耶, 那你如果今天有的權利, 你就要好我爸, 你如果說從我知道有的, 你看, 我參加台灣民政務, 這就是追求幸福的權利, 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那你若是中國聯合難民, 我告訴你, 你要去追求你幸福的權利, 你也有管理啦, 你就要更緊張跟習近平談判, 對吧, 談判一個好的條, 有好的條件出來時, 更緊張去統一, 那就是我,我一定要這樣做, 追求幸福的權利, 對吧, 在合法之下, 追求幸福的權利, 那就是我,我也這樣做了, 對吧, 這就是你的管理啦, 所以你都要了解一下, 這不應該, 重不重要, 很重要, 所以你看, 台灣高級官員, 什麼人都做, 台灣民政委官員, 就是未來台灣高級官員, 這一定聽, 這是法律, 這就, 上帝主管, 這不應該要解, 因為, 你生了就是, 有的人, 中國聯合難民, 我就跟你說, 不好意思, 沒辦法, 因為這就是, 這就是上帝主管, 你們是須於中國, 這樣沒辦法, 這樣麻煩, 你就等於, 中國要, 追求你合法的權利, 追求你合法的行為, 這是很要緊的, 再來說, 就是CS令的第一次控美案, 確定台灣人無國籍, 就是說, 中華民國不是合法的國籍, 而無政府, 抑及中華民國不是合法的國籍, 美國有責任義務, 在大日本帝國台灣設立, 日本臣民組織而成的台灣民政, 以大日本帝國天王臣民的身份, 代表大日本帝國台灣地區為台灣高級官員, 台灣民政, 於2011年8月1號, 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參議院, 所發布的台灣公民權利法, 恢復大日本帝國, 台灣日本臣民的合法國籍, 台灣民政參議院於2014年12月5號, 通過台灣基本法, 是未來台灣合法的台灣高級官, 台灣基本法裡面也有頂, 台灣基本法裡面, 說到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 就像日本的一些法人意志, 國際法人, 譬如說第一章裡面說的, 國際關係, 就是台灣的國際關係, 就是說到, 就是日本帝國和美国總統, 和我們台灣的關係, 就是我們說的日出美戰的架構, 國際關係, 以台灣的國際, 我記得問你們就知道, 第一章就在說這個問題, 所以台灣基本法裡面也有說到這個問題, 說這個, 台灣的國際地位, 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是怎麼組成的, 就是, 日本帝國和美国總統, 台灣政府的日出美戰, 一個法理架構的基礎, 就是什麼托管, 台灣屬於托管, 托管的地位, 那就是一個, 這個, 台灣基本人裡面說的這個法言, 法言意義, 這都這麼有法律來, 所以我就一定跟你說, 台灣屬於大日本帝國天王, 唯有日本臣民可以合法代表台灣, 這就是他主權, 我讀的事情, 三個問題就是這種名字, 因為你是日本臣民, 所以我讀, 代表天皇成為這個地區的政治代表, 這就是, 這就是, 天皇, 天皇也是最地主權, 因為, 他生來就是天皇, 他那個文化, 成為兩千幾年的考驗, 人就是天皇, 天皇是什麼人是的, 天皇也是說他的, 神的主權是的, 因為他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神是多樣性的, 他那個不是只有單一的, 神有他的不可預測性, 也有不可預測性, 這就是, 包括, 美國總統影響最強的考驗, 他沒有辦法預測這部分, 不可預測性, 人家說的風險, 什麼叫做風險你知道嗎, 超過我所想的, 我跟你說, 每一行, 每一行, 事情裡面都有超過我們一般所想的, 那叫做風險, 好像說, 這件事太多比我們更好, 這也是風險耶, 代表你太不準耶, 好像說, 你如果說我預測要賺一百萬, 你忽然賺兩百萬, 我問你, 你會雖然會覺得, 開心, 但是你如果叫這個長羽來看, 這是,我跟你說, 你會怕, 你為什麼要怕什麼, 代表這件事, 不是你想這樣, 你也要怕, 你知道嗎, 因為他已經超過你的意思, 你本來按算, 我算好了, 我精算要賺一百萬, 又是, 哇,賺兩百萬, 你不要高興, 你不要高興, 為什麼這件事, 不是你想這樣, 這樣我跟你說, 下一次你在做的時候, 你就撩三百萬, 你不是賺兩百萬, 你又倒跳一百萬, 你不要高興, 那叫做你, 不可預測性, 這件事, 已經超過你所謂的發言, 所以你如果忽然賺錢的時候, 你不要高興了, 只要說你如果忽然賺錢的時候, 你忽然賺錢, 你忽然賺錢, 你不要高興, 因為, 那是一個零和遊戲的東西, 結果你竟然賺錢, 所以你不能高興, 你喔, 這件事不是這件賺十萬, 人間你出來的時候賺, 你才撩三十萬, 那叫做不可預測性, 你知道嗎? 所以, 你要害怕, 你要對你的一些想法裡面, 你覺得跟我想法不一樣, 你會害怕, 代表你想不到, 代表事情不是你想不到, 你還要把這個情理想到, 到底屬性想到什麼, 你要想到清楚, 所以, 我跟你說, 有很多人, 他忽然賺了一個好運, 他感覺, 他在那個時空點, 他覺得很好運, 但是我跟你說, 那不是好事情, 那不是好事情, 為什麼? 因為不是你想的那樣, 尤其是好事情, 忽然間來的時候, 你要怕贏, 什麼事情, 因為這件事不是你像這樣, 你去做一件事, 忽然間得到一個好運, 我跟你說, 你這樣非常的戒慎恐懼, 因為你知道這件事不是你像這樣, 那你如果進去的時候, 你如果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你自然就會丟了, 那反而, 那個反而是還好, 那反而是還好, 因為你只是撩那件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件事, 我要非常注意, 你知道嗎? 你就不會放, 你就不會放鬆你的警戒, 最怕是怎樣, 一開始就叮叮好運, 對, 我進去扶人間平步輕雲, 畫一個好坑的意外, 我告訴你, 那通常不是好事, 因為這件事不是你像這樣, 所以, 我看著說, 一件事, 我說因為, 因為我都對這些事, 都特別比較有名, 我都做說, 這件事是不是我像這樣, 照我所想的, 那如果不是, 我會說我就害了, 這樣不是我像這樣, 這樣代表我的思考模式有問題, 對, 所以我在說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都說不要相差太遠, 譬如說, 我如果說, 賺100萬, 賺100萬, 賺100萬還害理, 這樣算合理, 還在範圍值, 裡面, 你不要說, 我現在賺100萬, 結果賺300萬, 嘿, 我就不會高興了, 嘿, 雖然賺錢是很高興, 但是那不是我像的, 你知道嗎? 那就不可預測性, 那如果我說, 有辦法, 你要知道嗎? 你如果說, 撩100萬, 賺300萬, 下一次, 可能一件給你撩500萬, 我也跟你說, 那就是你, 你對這件事, 你有錯誤的評估, 所以我會說, 你不是發生好的事情, 有人跟他做一件事, 你發生好的事情, 你就很高興了, 你如果人間撩一箱更大箱, 就是你進行那麼高興, 那又是人間撩救的, 所以你一開始, 你不是很高興的時候, 哇, 很好的, 我跟你說, 你可能撩一箱更大箱, 那叫做不可預測性, 我們希望說, 我們所有人, 所有人都一樣, 希望說, 這件事是否在我的掌控之內, 我按算我這件事, 賺100萬, 我就賺100萬, 那這樣最好, 那代表這件事, 都給你控制, 嘿, 你知道嗎? 所以, 你要了解這些事情, 所以你一開始, 不是說, 我做成功的事情, 我賺到錢, 你就開心, 還是做成功, 哇, 怎麼這麼好, 你就開心, 你要怕, 第二個, 你就要怕, 哎呦, 這件事跟人家說, 怎麼會這麼好呢? 你就要想說, 可能我哪裡是苦的不好, 你就要去追, 你知道嗎? 這個很要緊耶, 這就是, 這就是, 我今天跟你說的, 這大月, 你如果收起來, 我告訴你, 你犯罪避免很多災難, 你會得到未來, 對你來說, 很大爆, 因為我這是經驗談, 我是得到很多告文了解, 我得到這個名字, 很多事情, 比你想說, 很好, 有人敢賺, 你如果賺100萬, 有人敢賺300萬, 我跟你說, 以我的經驗, 我不會懷疑, 有什麼意義? 超誤的預期, 我不會懷疑, 我會馬上去檢討, 我到底哪裡算錯了? 哪裡? 我沒有想清楚, 我哪會貪, 我哪會貪很多錢? 有的人, 他就是, 你知道嗎? 有的人就是, 他算比較添添, 他想說, 哇,你進來跟我想的, 哇,這麼好, 他就拼命地投資, 我跟你說, 你越拼命就是, 你現在是, 跌得越淒慘地開始, 所以你做這個事情, 我說一開始順利, 人家說會困擾, 沒路過路過, 自己都要注意, 你就要小心去檢討, 去把原因找出來, 我為什麼能賺錢? 我為什麼會成功? 我成功的利益點在哪裡? 我所有的東西, 我都在掌握, 掌握出來那個要素, 成功的要素, 把失敗的要素, 你把它控制好, 所有的東西在你的預計畫面裡面發展, 這是最好的, 這是我跟我說經驗談, 這是經過很多失敗之後才 補出來的一個經驗, 這些人一般叫做, 風險控制, 風管, 風管就是你做這個, 這我在人, 我在人, 我個人的精靈裡面, 我也剛才有很多這種東西, 就是說, 我跟想完補了, 我想想辦法去找, 你看, 我為什麼要拼命了解台灣的國際, 因為, 我一開始去台灣民政務, 我知道, 這件事不是我所想的, 不是說, 人家說那麼簡單, 他在裡面很複雜的, 我真的把他查下去, 哇, 越查, 查下去, 像我剛才去台灣民政務精三年, 喔, 那是菩薩薩, 名字是很多,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知道日暑沒, 在那靠腰, 你, 一些細節想像是都, 講不清楚, 喔, 那裡面當你亂, 什麼判君, 有的不的, 亂到亂, 亂七八糟就對了, 喔, 就一直在找原因, 那時候, 我有在找, 我尽量的事情, 我都去找, 到底這發生什麼事情, 你哪有那個人, 追求幸福的, 那個什麼, 那個力量, 砲, 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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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我現在下來的苗是經過很多失敗的啦,我這七年裡面,我改失敗過,我都聽你失敗了,你不能再去拔一架,我告訴你,你不要想說我這一本齊很好,拜託,這都失敗過了,那都不知道改多少架了,你都換一下,你看我什麼都有機會,怎麼都弄你改了呢,沒辦法啊,那就是失敗了,要失敗你改多了,你要改多了,就是要改多了,就是要改,就是要這樣,嘿,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在你的掌握, 然後掌握範圍之內,到底詳情是什麼,你要掌握它的要素,好不好,我也拼命地掌握啊,我告訴你,我現在不是我喜歡的,但裡面一定有夠我喜歡的,所以我就要再改,那就是追求的道理,你知道嗎,要改,要改好,名字就是要追求,這樣你才會進步啊,我說的,美國這個國家做兩件事,你看,這不是要做任何人,他就做任何人,他就做任何人,他就做任何人,要淘汰, 人家說的,痛苦會,痛苦會,過去,美麗會流下來,就是這樣,好人命會流亂,別會淘汰掉,是這樣,這樣說的,不可預測性,好,這樣我們這張做一個結尾,結尾就在這裡啦,就是,台灣民政府的關聯,就是未來台灣關聯, 這是結論啦,這有台灣政府的信託架構,美國軍事政府選,這有甚麼,USNG-TTG,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台灣民政府,這代表台灣民政府是誰開的,美國軍事政府開的,所以叫做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台灣民政府,但是我覺得台灣民政府現在是這樣啦,他現在屬於籌備狀況,但是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台灣民政府,如果說台灣民政府現在是這樣啦, 美國總統會宣佈,為什麼呢?因為寫在台灣關係完第六條題 總統所指數成立繼承上述協會的國立政府結構 就是這個台灣民政務未來要取代這個AID 要取代AID 因為法輪都把你寫在這裡 你都寫在這裡 所以你看這套怎麼寫 你看這套 最後啦 第八條 People of Taiwan Perminaged by the Sentence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Under the Judi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他就寫在這裡 他說台灣民政府是在美國軍事政府的管轄下 司法管轄下 他就寫在這裡 他就寫在這裡 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務是有美國軍事政府的管轄 他寫在這裡 Under the Judi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這個Military Government 就是說台灣民政務實際上行 美國軍事政府成立 主要是誰要成立的 美國總統 因為我前面說的這個問題 美國總統就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代表 代表 對 你幫你聽我聽說 台灣的美國軍事政府在哪裡 你幫你聽 我前面有說的演講 你傳人家自己去打 我已經幫你寫下了 就是最後美國總統會跟我們寫 你們說好 這個台灣民政務取代IT 在台灣執政 這就是都寫在這裡 總統所指數成立 繼承上述協會的非政府機構 你寫在台灣政府身份證 後面這裡 USNG、TCG 都寫在這裡 第八條 第八條 第八條就把台灣民政務的身份說得非常清楚 台灣民政務未來寫在台灣關係完 第六條的第二項 把你寫在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務屬於籌備狀況 所以還在訓練 還在訓練 還在 淘汰一些人員 不適任的人員 被淘汰掉 你若不適任的人員就被淘汰掉 不適任有的不適任 都被淘汰掉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 比書長說的是 他是教官 教官 我們的總教官 他有發現說哪些不適任就被淘汰掉 這也大家想 因為這個美國軍事 進會職 聖公義的指示 聖公義的指示 都把你寫在這裡 說你這個台灣民政務成立 你繼承這個AID 法律都已經寫好了 都在台灣關係完來 所以台灣民政務是不是合法的事 他是合法設立的 誰設立的 美國軍事政府 設立的 是怎麼來的 按照抓 就是CS令的抗美案來 他去告 兩次抗美案 結論就是說台灣人沒有合法的政府 台灣人無國籍 都是這樣啦 大概就是 就是這樣啦 因為我們今天 因為我們今天說的主要的部分在哪裡 因為我們今天說的部分主要是在這個一個中國政策上面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這個什麼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跟這個台灣機構 為中華民國的問題 就是說 實際上這個ROC有兩個部分 他的頭 的部分就是什麼 我們說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就是 這個台灣旅行員來民說的這個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這就是ROC的 就是他的頭 這就是 這個ROC 到底在哪裡 就在美國 雙項員 那就是 他的總部 所以你如果要找中華民國流行政府在那裡 雙項員 因為我們同心討論過這個問題 他們說雙項員對 我說 應該是沒有錯 後來我還要對的 真的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就對了 所以那個應該是 沒有錯的啦 就是中華民國的流行政府 就是在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然後我們這個台灣這個蔡英文就是什麼 台灣機構 這個台灣機構裡面有兩個新聞 我做一個機會 第一個它是 台灣難民機構 它是有難民的 它有中國的流行難民跟日本的流行難民 然後還有一點台灣機構還有第二個身份 因為我告訴你 因為它屬於美國總統 我告訴你這是美國總統的台灣機構 我我跟你講 美國總統的台灣機構 什麼意思呢 所以這個台灣機構實際上它還有第二個 它屬於什麼 美國總統的固傭單位 固傭基構 什麼叫做固傭 就是傭兵 顧問口 好像保全,好像聽過一群公司叫做黑水,美國的黑水公司 他之前就是承擔美國國防部的一些工作,跟美國國防部合法承擔 他有發特許證照給他,就是說你能帶我美國的軍方 代表我美國的軍方做我最重要的一些軍事行為,一般都叫他 去顧那個什麼,顧那個基地,譬如說他在伊拉克裡面有請黑水公司 他請說我這個營區裡面,幫你黑水公司,算是幫我倒閉 那就是美國總統的台灣軍,就是什麼?僱傭軍,總統幫他請 總統幫我們台灣的蔡英文請,幫他聘請,叫你幫我顧台灣 所以蔡英文,他們這個政府是顧問告,美國的顧問告,你顧,顧我們台灣 顧問告 我說美國企業顧問這個意思,他就是僱傭軍人請,什麼人請 美國總統請 所以你對蔡英文就知道他的新聞就是,美國總統在顧問口 你幫我們顧台灣的,這上他的法律新聞是台灣機構 那外民國你用中華民國法律這樣而已,這個中華民國帶就沒有了,這上的 都不用任,你把中華民國堵堵堵堵,之後他請到的新聞就是台灣機構 台灣機構做兩件,第一個管理難民,第二個是協助美國總統保護台灣 他就這兩件事,他是美國總統請 所以蔡英文這個政府是美國總統請 他請的,好像一個傭兵公司 雇雍軍,一個難民的管理機構,所以他是屬於雙重身為難民的管理機構 然後也是雇雍軍 美國總統的難民機構 還有美國總統的雇雍軍 這個台灣機構就是這個新聞 因為我找不到更好的形容值 我沒有一個跟你說台灣機構,他就是管理難民 還有,正說讓美國總統去顧台灣,這就是台灣機構 他未來要怎樣?他未來叫我們這個台灣政府 辛勞債告都給他吸收掉 就是我們這個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委 用台灣政委的名義,把這個台灣機構吸收掉 把它吸收掉,因為他是美國總統請 他會說這樣,你要跟這個台灣政府合作 你要自己 所以未來蔡英文他就幾年都叫台灣政府給他吸收掉 好,就叫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委給他吸收掉 這樣就應該都清楚了 好,我們做一張都到這裡 謝謝各位